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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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這個 陳老師 現在進場的就是陳明 陳老師 今天要的 陳教授 額帽 額帽 被我強迫要戴上這個帽子 雖然聖誕節已經過了 但是還是有過節的氣氛 就很簡單的做一個開場 歡迎各位來到這個佳日歌學網場 那還是按照網例做一下調查 就是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朋友 可不可以舉個手 第一次 OK 好 謝謝 今天天氣比較冷 還有一些朋友還沒有到 因為這場暴年人數是爆滿的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台北的東吳大學 其實也是我的母校的物理系陳秋名陳教授 陳教授在這個 他比較喜歡人家叫他鵝霸 那待會可以請他講一下為什麼叫做鵝霸 然後他今天要帶給我們的這個 非常精彩的 你看看到這個 前面的這些鵝席就知道了 就這個很大 讓我們扮下來一點 那本算太小了 看不到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的話 我就直接交給陳明 陳教授 然後請他就是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來開始今天精彩的這個活動 好 請大家歡迎他 非常感謝朱老師 他是以前我在東吳大學這個 非常優秀的一個學生 我第一年到東吳大學就上他科 他非常非常貼心 他知道這幾年 我在東吳大學因為這個勞心大不力啊 所以說頭髮少了不少 所以冬天很冷啊 給我戴上這個帽子厲害 所以我脫下來才會很失望 好啦 這個當年科學家 這好像沒什麼科學藝 我先拿一下好了 當年你比較帥一點 OK 那很高興了 我要你不要跟我講 好啦 那我們可以把他拖下來 OK 比較容易一掌伸手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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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叫拉風所限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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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這要帶一段 好 好 我帶一段 你可以 這要帶一段 好 好 沒有 來 我擺過夜市不知道 好啦 蘇老师问你第一次来举手 那我问你第一次听我演讲举手 哇 不是不是不是 最好这都没听过 因为我想笑话 我会说 这个叹老师我听过了 没有听过 已经听过演讲举手 没有听过 不错不错 有了听过演讲 好 很高兴 这椅子可以再张进来一点 怕小朋友会 一定要太兴奋 会把你们弄造 好 谢谢 那 尽量 那 各位小朋友 各位大朋友 因为我会看这个主角 主角小朋友多 我会说 各位大朋友 因为小朋友是主角 他们最热的材料 全部都站在前面 我叫陈秋平 我来这里动物大学 有人知道动物大学吗 知道吗 哦 你知道哦 哦 你知道哦 我跟各位大朋友在准备教 所以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都会打电脑对不对 你会打电脑 我会 你会什么说法 你会什么说法 我会 我都不会 结果我打很慢 呜呜呜呜呜 我真的好难 好难好难 呜呜呜还有37个对不对 英文只有26个而已啊 英文还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打英文很快 呜呜呜呜我就不行了 后来我真的很痛苦 后来有一次我在资讯展 看到一个东西 很棒你知道吗 手机板 不是手机板 那叫语音输入法 哇 语音输入法很棒 就用念的 但是念了你要先怎么样 要先练习啊 让他认识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堂诗三百首先念一遍 哇 天呜 堂诗三百首先念一遍 让他认识啊 好 我念完了 因为我觉得还不过瘾 我再念一遍 他说你可以了 可以开始讲了 我开始讲 第一个叫 东吴大学 跑出什么来你知道吗 动物大学 我的天呜 动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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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没讲啊 这是我的嘛 是我的 我这也记得清楚 好 讲个好 有没有动物大学来 动物大学里面很多动物 对不对 好 我去讲说 你知道 你知道我是什么系吗 物理系对不对 知道物理系吗 化学系知道吗 数学系知道吗 物理系知道吗 好 结果呢 我就把物理系讲下去了 动物大学 对不对 物理系 你知道 动物园里面有很多动物 对不对 物理系 哦 你怎么知道 结果就把这物理系来 我气死我了 物理系也没关系 其实 学物理哦 甚至要有点小聪明 小聪明 但是聪明是可以训练的 我小时候很笨啊 你不要疑我小时候很聪明的 小时候我就想 我就很配过牛顿啊 想说我长大一家跟牛顿一样 后来长大一家就要跟牛顿一样 后来长大一家就知道 原来我比牛还顿 哈哈 不要笑牛啊 牛比我还聪明啊 很高兴到中庄大学来 中庄大学是我的 不是什么校啊 是我的老家 为什么 因为我在中立长大 祝中立的举手 哇 我祝中立 我在中小的中立长大 所以中庄大学 我非常非常熟 因为我小时候 长大的那边放红针 我特别特别喜欢放红针 好 那我今天讲的主题不是红针啊 我们今天讲 我有两个小时 什么题目呢 什么题目啊 啊 我知道 我第一次来的 他不错 他两边都有 从二大的长大和独鼠进游戏 不错 哎 你们都有做我的课了 我觉得一直上 你们看他比较好 你做大学很难上 你知道吗 哦 这个有 不错 你知道 你也有看啊 大学现在都来上 大学上课的时候 都什么 咳鸡腿啊 吃泡面啊 什么打手机啊 哇 天呐 小学真的好好保养 不是好好保养 好想培养 好不好 小时候觉得咳鸡腿 吃泡面啊 小时候好好念物理 懂不懂 念物理 好了 我们这个题目呢 来 借我看一下 我都忘记了 好不好 OK OK 从鹅爸的防盗和捕鼠器说起 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鹅爸是谁 你知道吗 鹅爸 你怎么知道 鹅爸 为什么叫鹅爸 你知道吗 鹅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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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鹅爸 因为我小时候 不是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给鹅子追过 你有没有跟鹅咬过 有 真的假的 真的吗 鹅咬过 鹅多大 我小时候要中立的时候 中立想不下 我是新杰国小 有新杰国小的吗 我有吧 新杰国小 真的啊 小学弟 我是新杰国小毕业的 新杰国小 那时候我小时候 鹅会出于人 遇到小 他最喜欢咬哪里 你知道吗 小腿 小腿 好痛啊 但是我很喜欢鹅 很喜欢鹅 但是有一次 我家里有没有鹅 我很想养鹅 结果有一次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 他在动物大学里面养了很多鹅 养了很多鹅 因为我们学校在哪里 在外双星 在台北 所以有很多靠山区 他山区呢 所以他养了鹅 因为他是我同时吃树 吃树 你知道吃树是什么 不是吃花 吃草 还是吃树 都是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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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树 吃树 很聪明 好 不吃树 结果菜市场看到你在卖鹅 那鹅 活着鹅 就不可能你买回来 结果一样 他给你对 结果好几次 到处又被吃几个几次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的 那些鹅 全都给他野狗 山里面有野狗 野狗咬死了 所以动物大学什么都有 连野狗都有 又咬死了 咬死了 咬死了那怎么办呢 结果 结果 结果他就 就来找我啊 因为 你们只要上网 你可以上网把我名字打上去 赶紧把各方法打上去 都会找到我 好不好 那上面的话 上面就 你们可以看到很多 我常常帮人修东西 我特别喜欢帮人修东西 因为我们家里小时候很穷 小时候九个兄弟姐妹 我刚刚从小 从彰化上来 中立摆地摊 他我们两大 所以我没有什么玩具啊 对不对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福 所以我很多 很多乐视 都捡来的 很多乐视 捡来的这也好好用啊 所以我把它改装 等一下可以看看 我怎么改装东西好不好 好 结果 我很喜欢修东西啊 我这个同事就跟我说 陈老师啊 你这个 你看这些鹅蛋怎么办呢 蛋都已经孵出来了 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给野狗咬死怎么办呢 好 他们都知道很喜欢修东西 我就修啊 我想好玩 回去一定要把它修好白 修这些蛋 蛋是没有破掉了 但是怎么办 因为这些蛋会 长大会 因为长得小鹅 会变大会出来 你总不能让它 就对掉了啊 对 你总不能煎来吃啊 你吃过的蛋没有 没有吧 对不对 多可怕啊 好啦 那怎么办呢 我就拿回来 拿回来 怎么办呢 我开始做功课 所以你们要开始做功课 就像你们一样 我就非常佩服你们 我拿到酒吧 去上网 上网 我就放到里面 拿灯去照它 然后控制它湿度 对不对 然后我做一个控制机器 那控制机器从哪里来 我就从那报废厂啊 就回收厂 捡来一些东西啊 准备准备控制那些温度嘛 结果28天啊 就孵出来了 两只狗的孵出来了 孵出来了以后 当然就变成我们家宠物啊 对不对 宠物啊 总不能 把你插不掉啊 对不对 所以说变成我们宠物 怎么样 好 那我就开始 就是养这些蛾啊 所以从小啊 我们在邻居里面啊 有人遛猫 对不对 我们家养的猫嘛 六猫 猫很难遛它不会跟你 但是遛狗嘛 遛狗 好 那我遛蛾 六蛾 所以说我没事 我告诉你哦 蛾出来了以后 你们上网去看看哦 蛾有个特别的情形啊 琴类都一样哦 蛾啊鸭啊这些东西一样 鸡比较不贵哦 鸡比较不贵 它长大的时候 就说从蛋里面孵出来之后 第一个看到你的 所以把你当了妈妈 爸爸和妈妈 第一个看到会动的东西哦 不离开你哦 知道吗 就会动的东西 当然爸爸妈妈就跟着你 这叫民进现象 懂吗 民进现象就是说 你知道 真的啊 我的天哪 中央大学你知识生吗 我的天哪 你什么都知道 太厉害了 我小桌上比你还这么 好了 好了 最后第一次看到你的话 就跟着你 所以在国外 有人很巧评的 但是 隔外的那个鹅 有一个鹅会飞 因为它是候鸟 你知道 它会飞到南方的货中嘛 它会飞嘛 所以小时候 他把鹽鹅蛋拿来 你拿来 去干嘛呢 去把那遥控车放旁边 它孵出来之后 那遥控车就开始动 然后从此又跟着那遥控车 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这还没什么 有人更厉害哦 他把鹽鹅蛋孵出来 对不对 不是用遥控车 你知道吗 他用遥控飞机啊 刚开始 鹅不会飞嘛 还小 那当遥控车飞机 你遥控他也是会走啊 遥控飞机有开始有轮子啊 所以等到鹅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它就跑跑跑跑 结果稍微大一点 那个遥控飞机就飞上去 那鹅就怎么样 这一群鹅就跟着上去了 然后遥控那一群鹅 它多过眼啊 但是很可惜 我们家的鹅飞不起来 因为从小 那个已经开始 都已经退化掉 都飞不起来 好可惜啊 好啦 所以说我在社群里面 就是六鹅 所以说我们家 我住在乌萊 乌萊那个山群 不到乌萊 就在星铁山群里面 所以我们家前面有蜥啊 蜥啊 那所以有一条小鹅 对不对 我们家有白鹅 你看 所以说你们小时候那个 什么 我家门前有什么 小鹅 小鹅 鹅里有 白鹅 白鹅 那就是我家 你知道吗 好过瘾哦 希望你们搬到我家来 真的很过瘾 我老是鼓励别人搬到我家来 不是搬到我家 我搬到我们社区 当我的英雄 好不好 好啦 那就是鹅爸 所以这个社区 上面叫鹅爸 鹅爸爸 就这样子来 懂意思吗 好 你上完打鹅爸 白鹅你找不到我 好不好 那董哥们听到我讲这个题目 你知道吗 因为我搬到台北以后呢 后来我住过去念书 我到英国去念书 念书 念了几年回来 年纪回来 那结果呢 我在台北的 我就 找房子啊 对 但是刚开始找房子 从来租房子啊 租房子 再怎么住的都不习惯 后来 雪莉搬到山里面去住啊 好了就开始了 我好不容易买纯的一些钱啊 买一些房子 买个房子对 买个房子以后呢 结果怎么办你知道吗 小偷来了 我搬到那边一个月就找小偷了 哇 那不得了啊 那一次我就到台中演讲 我常常到外面演讲 演讲前一天晚上 我想多领一些钱啊 多领一些钱啊 那结果呢 多领一些钱 我太太跟我说 我是个妈妈 他们就叫我个妈妈 叫我个爸爸 那我一个女儿 当然女儿 我一个儿子 当然叫儿子啊 所以我那时候有 有四个儿子 四个儿女们 四个儿女们 对 好 那结果 我刚搬去的 刚搬去的房子也可以整理好 因为我们家家居还没做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搬的房子是空房子 空房子 所有的家居都我做的 你有兴趣上网 应该 我不知道各位找得到 因为网路上都不是我放上去的 所以 所以我们家所有的木座家居都我做的 从天花板 地板 楼梯 橱柜 这个 鱼子桌子 所以我搬去已经十年了 我们家还没装潢好 因为我只有礼拜天 礼拜天有工作 所以说我很喜欢做房子 所以我车库改成木工房 所以你看得爸爸木工房 那是以前我们在社区里面开课 教木工 教木工的时候 BM帮我做的网页 好啦 那 一个月 因为没有家居 所以说我们就睡通铺 就四个人睡一个通铺上面 通铺知道吗 就是没有床嘛 打地铺嘛 所以一排一排一排 那门口在这边 对不对 我用笔的就好不好 门口在这里 爸爸刚才睡第一个啊 对不对 保护全家 他睡门口嘛 那儿妈妈睡第二个啊 那妈妈说 你明天要去演讲 你给钱 这么危险 你放我这边好 放我这边好 放我皮包里面 对不对 就放到皮包 放头边 然后这个女儿啊 就蚊子啊 就这样一排 结果第二天 我们家都被偷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找不到我的裤子 找不到我的裤子 欸怎么 怎么 不然 因为我们是偷天的房子 这三层的偷天 结果往下来看 我的堂库在院子里面 旁边一散了满地的什么 名片啊 笔记型店啊 不是那样 那个什么 什么PDA啊 什么 数位相机啊 都不要 不知道钱都拿光 钱都拿光 所以后一个月就这样 所以开始我就开始打仗 我就跟这个贼子 这个贼 我们小偷啊 开始我们开始作战 开始作战 都是我们去防盗 对 所以就开始我就 做一点防盗器 所以第二次呢 欸我防盗器做完了 做好了 那防盗器 欸你们今天就会做防盗器 很简单 保证你们每个都会 好 你可以带回家 没有问题 你不会哦 我保证你会 你不会我今天不回家 好吗 好 这防盗器 九岁到九十九岁的 都都都可以做 好 那我到你八岁了 你八岁了 你哦 我到你八岁了 好 我告诉你 我将九岁以下的天才的都没有问题 你们看起来都将天才的都没样子 好啦 太厉害下去了 这招好玩笑 好 没有问题 有没有说三岁的 我三岁 没有啊 没有三岁的 看起来他三岁一半 好啦 放我 放我 要不然你防盗器做不完 好不好 好 你别防盗器 我打电话呢 打完电话挂上去之后 不到三分钟 我就听到警车的声音 一后一后就来了 你知道吗 哇 我们警车这么厉害 三分钟不到我才挂上去 没多久而已 我只会 我说 哎警车来了 哇 这边这边这边 他警车说 你等一下 我下来休息一下 我说 我们家六七号 你等一下 原来怎么样 你知道吗 原来另外一家也被偷了 他先报警了 我是第二个报警 结果 连着四家被偷 结果四家被偷 你看好可恶啊 四家哦 然后每一家偷完以后 在我们餐厅 全部都摆上一杯饮料 那饮料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一杯饮料 太过分 在那边示威嘛 那可恶了 所以我第一次觉得 哇 他们的警察真有效率 原来不是我家 是另外一家先报警 好不好 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就做警报器 又被偷了 又被偷了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 那天我出门的时候 我们家 我们家房屋前 有个叫金老师 陈老师啊 你知道吗 我们家昨天 有招小偷 我说真的哦 你们家没事 我说没事啊 没事啊 那我就去上课了 上课 结果呢 晚上回来 我们回来的时候 也很晚 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家 到我家一看 奇怪 我们家的厨房窗户 好久没人擦 为什么那么干净啊 好干净的窗户 窗户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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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玻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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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玻璃已经在地上了 玻璃不会被偷 在小时候偷玻璃干嘛 我这在英国 我在英国的时候 这些人被偷过玻璃 车方玻璃被偷 英国小时候好多闷 他把他橡胶刮掉 那个挡空玻璃 把橡胶刮掉 把整个挡空座里 偷掉 英国囚到这样的 好了 结果第二次被偷了 对 但是没有被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房道器响了 房道器响了 结果他被吓跑了 第三次呢 也是一样房道器响了 就是吓跑了 好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没关系 好 那我 我 不好意思 然后 我在中文大学 我在前前几个 前三个礼拜 前三个礼拜 我做一次演讲 做一次演讲 因为怎么样 三个礼拜之前几天 之前我们系上被偷 我们系上就是我们 办公室被偷 我们系被偷 十字文系被偷 英文系被偷 一同大学 就被偷了 好 我去教授 哎 怎么做防造器 怎么那个 对不对 做完以后 讲完 讲完演讲以后 第二天 我们家被偷了 我们家被偷 我在想 那边是不是有小偷 听我做演讲 崔朱老师 你知道 今天在场的每个 要签名了 我跟你讲 要签名了 要签名了 今天 今天晚上我们家被偷 告诉你 我就白看 那一个有个小偷 在那边 听我演讲 因为 帮我们家 我真的讲得很好笑 你绝对不想相信 因为我帮我们家的防造器 拿到 拿到我们学校的演讲 去 我叫他们来防造器 怎么用 怎么用 对不对 我来开玩意要说 你们到我家来 这个防造器 假如被我们的防造器 触动的话 哗哗大叫的时候 就走到那边 把这个开关给关掉 你知道吗 那天我们被偷的时候 真的是 防造器被触动了 开关是被关掉的 哈哈哈哈 我说有这种事情 我那个 我那个整个防造器 主机还藏起来 知道吗 他竟然找到我的主机 所以他手上多大胆 多大胆 防造器在乱叫 乱叫 结果防造器 怎么办 主机被触动了 没有人听到 我们家的银居都没有人听到 实在是因为我们家 还是门关着 我又不好意思把那个喇叭 放到外面去 是有真的被触动了 然后真的被偷了 你刚才问我说 什么被偷了 我告诉你 我儿子的生日礼物 一台新的电脑 四颗新的电脑 被偷了 那好难过 最难过是不能打电动 然后得妈妈的 最宝贝的地方是什么 最宝贝的一个东西 叫42寸的电疆电视 被偷了前一个礼拜 他说 好不容易 这电疆电视分析不管 做没做完的 一半就被偷走了 四颗新的电箱链这么大 我做一个电视柜 我一个人他搬不上去 他搬不上去 就被偷走了 所以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干嘛呢 去过滤所有可能的东西 把那小头找出来 我真的是把他当科学家 做一件事情 警察决定会这么用心 做一天 一天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迹象 所有的这个 录影带什么指纹 全部都叫我警察去了 警察去了 我自己猜死纹 有见识的 见识人员才猜死纹 我自己也猜死纹了 我想这边有这位 爸妈妈 我注意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动物大学教了一门课 叫见识物理学 就是CS 还是见识物理学 就是动物大学 最近开一个课程 很难的 很特别就是见识物理学 那见识物理学 我上了 好啦 我下回警察 第二天 局长特别好好 我讲说 陈老师 我们帮你查了 这个小头已经知道是谁了 驻中和 不知道小头是谁 小头是谁 那我说 然后呢 我们正在追查中 然后三个礼拜 所以他就躲起来 躲起来 我这不期望 我找到东西来 但是呢 我发现能把破了 破了这个案 我觉得我自己也 也了一个心愿 好可恶 真的好可恶哦 好 那天这边偷 我想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 家里被偷过的局长 被偷过了 被偷过了 真的有 一定有 对不对 这小头真的很可恶啊 我告诉你 那天早上 我六点三十七分出门 六点三十七分出门 那见过我的一个整理整理 他六点三十五分到我家 六点三十五分到我家 没错 后来我经过这个 到处访查 结果 原来我男嘉宾出门的时候 我后面也辆车 后面也辆车 我走廖到两分钟后 他见我家里偷东西 所以小头起得很早 早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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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多说了 你们大概期望 到底怎么样 嘿 那 有时间的话 你等一下要慢慢做 方告线 我们顺便放 我们家的给大家看 好不好 好 我们带一些时间来 好 那 再来 你怎么去 防这些鹅啊 什么防这些鹅啊 好了 我就 不是 防这些鹅啊 我 昨天一点都还睡觉 防这些小偷 对不对 防这些小偷 好 小偷来的话 其实有很多 很多迹象 我想你们 让他被偷摸 被偷摸 我们讲其中的物理 好不好 什么物理 小偷来 你看 我第二次的时候 小偷来过我家 以后 我看他怎么进来 我第一个有兴趣的 所以人家招小偷说 第一个就是 不要破坏现场 什么种 不要破坏现场 等警察的拆指纹 拆指纹 好 那结果 我就看他怎么进来的 原来他怎么进来的 他把我们家的窗户 先窗户 挖个洞 窗户怎么挖洞 你知道 挖个洞 窗户挖洞其实很简单 好 怎么挖洞啊 来 这个投音器可以看到吗 他们小朋友可以看到 这投音器看得到 太厉害了 好了 这个拿下来 好 玻璃 玻璃啊 这个玻璃 你要认识玻璃 这是玻璃啊 玻璃你看 玻璃坦丁 对不对 玻璃坦丁 好 我那天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 就是我找小偷的时候 我看到他怎么进来 结果我找了半天 玻璃是破掉 但地上有一块玻璃是圆的 对不对 你看 我们家的 就是你们家的窗户以上 一般窗户嘛 中间是 分了两边嘛 对不对 要搬开的话 中间不是可以搬下来吗 你们就搬下来吧 那好 所以从外面进来 那你要怎么 怎么去紧出那个扣环啊 它就要在玻璃上挖一个洞 对不对 手伸进去把它扳开 懂不懂 怎么挖一个洞 其实挖一个洞很简单 我用它玻璃 一块玻璃啊 你看 我用它玻璃很硬 其实 要把玻璃切开 其实很容易啊 玻璃要怎么切啊 切割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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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刀 钻石刀 钻石刀 对不对 锯子锯吗 好 水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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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厉害 我们以前讲 好 我们以前讲 对 不会有时候 记得用 好 以前我们教书啊 其实有时候 我们老师教给你的 对小朋友告诉你 老师教给你的 可是老师的知识还是有限 你就多看课外书 懂不懂 老师说 钻石刀 其实现在的 割玻璃的人都不用钻石刀了 钻石很贵 懂意思吗 我们很多课本还说 用钻石刀 都是钻石刀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很多课本啊 编课本 编书的 就是 他的老师教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老师怎么会 他他他他老师教他怎么说 所以一直都传下来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已经改变了 现在实验 我们科技一直在进步 老师也要进步 懂懂 所以我一直在进步 我都不用钻石刀了 这个刀 它是有个轮子 懂意思吗 它有个轮子 它有很硬的轮子 好 一个轮子 它有轮子 轮子像尖尖的轮子 在那边滚 懂懂 所以它是一个 乌钢刀 钢刀 所以不要钻石刀 钻石刀不好用 你看哦 可以看到影片吗 你看不到可以看影片 好不好 看影片 好 你看哦 很简单哦 你看 好 画一道 对不对 画一道 看到没有 好 画一道 你看哦 然后呢 本来就倒算了 这是一般的玻璃 好 什么叫强化玻璃 我们就要讲物理 好不好 你看 玻璃这样的 很容易啊 这么厚的玻璃 这么厚玻璃 你看这么厚玻璃 很厚玻璃 很厚玻璃 很安全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们家家家有玻璃的话 安不安全 看哦 这玻璃 对 好 你们先坐下好不好 来 好 你看哦 玻璃 好 玻璃 画一道 对不对 画一道 其实玻璃画一道 画的没有关系 你知道 但是有一点小裂痕 就很危险了 所以家里玻璃 有破掉一点裂痕 你玻璃就赶快换掉 尤其是汽车 好不好 因为小裂痕就很危险 譬如说这样 因为小裂痕 很容易就断掉了 很容易就断掉了 这么厚的玻璃 就断掉了 懂不懂 很轻松 玻璃就断掉了 你看哦 好 换这玻璃 好 然后呢 好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不多表演 好不好 你看哦 那小偷怎样去挖一个圆呢 挖一个圆其实也很简单 看得到哦 你看哦 你看哦 不画一个曲线好吗 不画圆 因为画圆 可能也要转过去 我们看 画一个曲线给你看 好 转弯好不好 转弯转弯 好 转弯对不对 好 转弯的话 你看 好 我要顺着这个裂痕 这有个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看到吗 有一个 有一个戈痕 有看到 有戈痕 你看哦 假如我把他裂痕 你看裂痕 坚着这边 看到没有 好 好 好 你看 他就顺着裂痕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这个没有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哦 这个裂痕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所以说玻璃其实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还用碱玻璃 玻璃是可以剪的 你知道吗 用剪了 真的喔 真的喔 等一下跟大家講 你不要亂剪了 大家有技巧 我們先看這個 所以說你看 這樣子 玻璃的話 玻璃要裂掉 造成裂痕 有一個辦法 你看我們在這邊畫一道 畫一道 畫一道讓它有裂痕 有一個辦法 就用敲的 另外方法怎麼樣呢 不是紫 你看我們這樣敲 你看小偷來 他也刮了一道 那敲敲敲敲敲敲 我把那個吵醒了 對不對 這個吵醒了 不用打 才怎麼樣 我告訴你 怎麼辦呢 所以說這一小時候 也學過物理喔 他怎麼辦 沒有物理喔 他怎麼辦 因為 因為我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你看喔 我給你提示一下好了 我那個鋁門窗 鋁門窗 它不像是挖一個洞嗎 最靠近邊邊吧 鋁門窗玻璃 跟那個鋁框空間 會有什麼東西啊 膠條對不對 人家說奇怪 那膠條什麼 黑黑的 黑黑的 好像燻過一樣 我去聞看看 燒焦味 用燒的 怎麼燒呢 這尋過物理啊 所以說 你要讓它產生裂痕 有辦法怎麼樣 冷縮熱障 懂不懂 一加熱以後它不是膨脹嗎 一膨脹的話 你看 一膨脹香道有什麼 給它力量 一膨脹 死害了 懂不懂 一膨脹 一膨脹它就是什麼 順著這一圈就破料了 其實把它拿起來就好了 所以很簡單 比我更厲害 我還超半天 它再燒一燒一燒 它就裂掉了 那你再問我說 那為什麼 你們在地上還有很多碎玻璃啊 我告訴你 它知道這一招 不知道我更狠的一招 因為那個窗戶知道嗎 我就怕小偷從那邊過來 所以我的窗是釘死的 就好不容易挖一個洞 怎麼搬到半天 搬戶開來 搬戶開來 後來 它不知道怎麼弄 弄到窗戶破掉了 弄到破掉了 好吧 所以說那個 大概氣死了 把水破掉 好啦 這個是玻璃 那剛剛有媽媽問到說 欸 那 什麼叫強化玻璃 我跟你講 你看這個玻璃啊 我一裂掉以後 它就順著過去了 所以 玻璃裂掉的時候很危險 換這個玻璃 你看 好 一裂掉了 這個玻璃怎麼樣 這麼尖 非常非常危險 懂不懂 所以玻璃很危險 所以我們家 你們家樓頂的玻璃 樓上玻璃 那個窗頂的玻璃 天窗的玻璃 你千萬不要用這種玻璃 因為破掉以後很危險 我嚴重中壢 中壢時候 我們小時候都很調皮 很調皮 哪邊看車禍的時候 我們就跑過去一看 小時候沒什麼好看的 看人家車禍 有個車禍真的很可怕很可怕 有一次載玻璃的車子 載玻璃車子 結果呢被撞了 被後面一撞 後面玻璃 因為有慣性嘛 有慣性 車子什麼 車子往前跑 但是玻璃全部往後滑 往後滑 後面有個起勢 好可怕 好可怕 不要嚇你們 好啦 所以說不能用這種玻璃 一定要什麼玻璃呢 我們叫所謂的安全玻璃 我們叫強化玻璃對不對 強化玻璃 強化玻璃並不是比較硬 強化玻璃應該叫安全玻璃 怎麼說安全玻璃呢 它是用一般的玻璃去加工 我們把它加熱以後 加熱以後 然後急速冷凍 急速冷凍 冷凍以後 因為裡面還沒有冷凍 所以外面冷凍 它會縮 縮到那邊的話 整個玻璃縮到那邊的 玻璃縮到那邊的話 所以玻璃比較硬一點 所以 等於整塊玻璃是髒在那邊的 好 當有一個地方破掉的時候 因為裡面本來有力量 立在裡面嘛 所以它整個什麼 整個力量釋放掉了 所以就散掉了 所以你看路邊啊 或很多銀行啊 或是怎麼樣 這個被槍彈打到的時候 玻璃變蜘蛛網狀 喔變蜘蛛網狀 或是車窗玻璃也一樣 蜘蛛網狀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安全的關係啊 玻璃破掉以後 它是一小塊一小塊 所以說我們開車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 四周的玻璃都是這種玻璃 絕對不能用這種玻璃啊 因為翻車貨那多危險啊 試過來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玻璃都什麼 都是碎掉的 懂意思嗎 那好 那擋風玻璃跟側面的玻璃 就不一樣 為什麼你知道 擋風玻璃你要碎掉的話 哇高速玻璃一個砸石頭飛過來 碎掉打他眼睛怎麼辦 怎麼可能聚在開下去 那就連完車禍啦 所以那個玻璃要用膠合玻璃 有沒有 就安全玻璃啊 就我們講強化玻璃 在中間一層很透明的膠 弄起來 碎掉以後它還黏在上面 所以你假如家裡 你假如在裝天窗 告訴你 我們不要找黑心的那種玻璃墊 不要找黑心玻璃 你看說我要裝強化的膠合玻璃 就算破掉的話它會掉下來 懂意思嗎 上面有人跳樓的時候 它也不會垮下來 它還有一點殘性 可以救上你的人 懂懂 所以說它是安全的 膠合玻璃 那兩側呢 你就不能用膠合玻璃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今天犯失火了 掉水裡了 你膠合玻璃 你在裡面你自己都跑不出來 東西跑不出來 所以大樓的話 你用膠合玻璃的話 你跑不出來 所以大樓以後 因為大樓玻璃很厚啊 那到玻璃很厚的時候 你錘就錘不開 所以說你只要有一點裂痕 所以小偷啊 學過物理的人知道 拖車其實很簡單 不要整個玻璃打破 破掉啊 你只要在車窗 角落的地方拿起子 一翹一下 整個玻璃就碎掉了 很小聲啊 身體不會大 一翹就整個就碎掉了 所以他也不要進去 他就趴在那邊 怎麼樣 玻璃的音響 因為門一開 他就開始簡報電叫了 所以說你看那個是安全玻璃啊 旁邊啊 所以說為了安全警戒 所以防彈玻璃喔 防彈玻璃那也算交合玻璃 好不好 好啦這個玻璃呢 欸我們可以 玻璃我們先拿掉好不好 這玻璃 來請同學我們那個 來玻璃來回收好不好 不要問同學來來 好啦不要給我想到了好不好 OK 那有沒有再拿一個紙給我好不好 我把這玻璃稍微收一下 其實玻璃很危險的 但是你要小心用的話 這沒問題啊 好 防盜器對不對 慢慢來嘛好不好 好 來來不要跑 同學同學就不要跑 不要跑來 這玻璃先給你 好 OK 來來 謝謝 好啦 那 防盜有好幾種方法齁 然後我們講防盜 一般防盜器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做一個防盜器 做一個防盜器 我做一個防盜器 我做一個防盜器 其實很簡單很簡單的防盜器 防盜器有很多很高級的方法 高級方法 我們講幾個 幾個東西給你看 我們做東西你放心 我們做東西很快的 好不好 我們到後面再來做好嗎 我們先把這個 先懂 你要懂得怎麼做齁 你不要說 因為我現在教你做的話 你只會做這個 你不會做別的 我先教你的話 你就以後會比我更厲害 會做很多其他東西好不好 好 那這樣的話 來 其他同學 你閒在那邊的話 來 我可以給你做一些工作好不好 因為我準備了很多材料 這樣沒什麼時間齁 你把這些 我來一下 不少小朋友一起來了齁 你差不多 這個長度齁 這個長度 剪開對不對 然後一頭呢 大概這樣 這樣的長度齁 會嗎 放這樣就好了 好 那一頭不要剪齁 就要剪開了 好不好 超過正常的 幾個人就剪幾個 會嗎 沒有理吧 好簡單齁 好啦 那 我們家的防盜器有好幾種齁 最簡單的那種開關型防盜器 就是你今天要做開關型的防盜器 好不好 那我家的防盜器 除了這個之外齁 我還有什麼叫 紅外線的防盜器 紅外線的防盜器 東西是嗎 我還有雷射防盜器齁 我現在還會上網齁 欸我這次可以上網嗎 真的可以看到我家齁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可以做到 我在手機上可以上網 到我辦公室可以上網 可以上網看到我家 因為我受不了 所以說現在小時候 只要到我家來 他就第一個 把email給我 把他簡訊給我 懂不懂 我們這樣還可以搖過來 搖過去齁 好 我在唸小學 唸國中 唸高中的時候 因為騙子叫馬蓋仙 你有聽過 有聽過對 把媽媽都知道對不對 他表示說年紀跟我差不多了齁 好 馬蓋仙很厲害對不對 他會修很多東西 所以說我早上 我醃釀後來會修很多東西 所以說我從小就開始 先破壞 所以爸爸媽媽 你不要小孩破壞東西 你不要怪他齁 真的不要怪他 我覺得我媽媽從小 從來沒有罵過我一句話 真的是從來沒有罵過我 我自己都做不到我沒有罵笑 我覺得 覺得不簡單齁 所以就培養我這個 想說我這個很調皮 很喜歡破壞東西 但長到我很會修東西 但是這個惡魔就來了 我每次回家的時候 回中立的時候 我媽媽還個中立 好是讓你回來的齁 我們家東西都要讓你修 對不對 所以說我只破壞十幾年而已 但是我一修還修幾十年 好啦 你們家裡齁 今天好了 我們看電視會也要恭喜 欸你們剛那裡也要恭喜 這個是我找到我的 你不要讓我帶回去 應該拿出來 好 好 這是我的遙控器 有拿回去嗎 有齁 OK太好了 這是我辦公室的遙控器 因為我這樣帶來的話 這不會影響到別人 我用了遙控器 到時候把燈全關了 就完蛋了 好 我問你啊 像馬開心一樣 遙控器壞掉了 或是電視機壞掉了 我們今天要看電視 結果一按 電視開關動不了了 或是畫面切換不了 你覺得是遙控器壞掉 還是電視機壞掉 爸爸媽媽說是遙控器 小孩說電視機 啊 到底哪一個 小孩不要調皮對不對 就玩電視 爸爸媽媽媽就玩遙控器 電池沒電 電池沒電 好也換了電池了 不會電池 那結果啊 那你總不知道是電視機 它們接受壞掉呢 兩個都有問題 最大的科學來講 就開始思考了 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們有問你啊 遙控器我一按下去的時候 電視還可以開啊 不一定啊 對不對 開不了啊 我一按下去最後 一定有東西跑到電視上面去嘛 電視才會動嘛 對不對 我按下去 問你什麼東西跑到電視上面去 紅外線 你看到嗎 你看一看到 眼睛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啊 對不對 看不到吧 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有 紅外線 因為紅外線什麼叫紅外線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光 光有幾種顏色啊 黃色黃藍藍電子 也不錯喔 紅色黃藍藍電子 紅有沒有比較深紅一點 暗紅一點 暗紅一點 有嘛 對不對 暗紅一點 深紅一點 再亮紅一點就叫黃了 對不對 你知道紫 更紫一點叫什麼呢 叫紫外線啊 更紅一點呢 紅外線 你看得到紫外線嗎 看得到眼睛就燒掉了啦 對不對 你看得到紅外線嗎 看不到 對不對 也看不到 所以說紅外線你是看不到 紫外線你也看不到 你看得到 好 什麼機器呢 你看喔 像機 你看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按一下 你有看到東西 沒有對不對 那我們拿攝影機來 攝影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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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一個東西給大家看好了 好 我們現在看一個東西 你知道 我上個大學上課 我跟大家講 其實在太陽 很多男女平等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男生廁所 有很高科技的東西 女生廁所沒有 你知道什麼 男生廁所 有什麼高科技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對不對 女生廁所有沒有 你去問女生廁所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沒有 男生廁所有個很高 很高級的東西 叫什麼 紅外線自動尿尿感測器 不對 不是 紅外線自動人體感測器 好不好 不是尿感測器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為什麼要那個 你知道嗎 因為 小便池 小便池 它不是奈米馬桶做的 它不是很光滑 它上面一定很粗糙 你拿行李箱很粗糙 所以尿尿上去的時候 尿過 會截到那個縫裡面 截到縫裡面 所以怎麼刷都刷不掉 很難刷 除非用奈米馬桶 什麼叫奈米馬桶 自己上網去找好不好 這很光滑啦 尿尿沾不上去好不好 所以這時候呢 有人就發明一個東西 小朋友 我告訴你 這發明的人是一個高公生的 有 很厲害喔 真的是一個高公生的 他鑽死吧 好 他 結果發明一個東西怎麼樣 你只要感測到人體 要來尿尿的時候 他先噴水 先噴水 先噴一噴水 在幹嘛呢 把那個孔洞有沒有 先塞起來 先塞起來 那個孔洞 就是那個馬桶孔 不是有水的嗎 有水 這時候你再站上去之後 你再噴那黃色的水的話 他就站不去了 為什麼 他已經被他先站走了 那麼 繼續先站走了 所以他被站走一動 好了 等等在那邊站了 站了十分鐘覺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然後你往後一退 他感受到你走掉了 他怎麼樣 再衝一次把那個什麼 那黃色液體給衝掉 聽得懂嗎 對 黃色液體是什麼 就聽得懂嘛 什麼聽怎麼懂 不是聽得懂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 懂意思嗎 所以他怎麼偵測 你知道 他先發出個紅外線來 導到你的身上 譬如說他這個紅外線 就跟這一樣 發出紅外線來 導到你身上 譬如你發到紅外線 你走過去了 他感受到 你的紅外線 有反射到他 他這個機器上面的時候 他就開始噴水了 然後他自己 他是紅外線來 好不好 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男生這組很高級 女生看了一下喔 他在演講說 有一個演講說 我們女生 我搞水油 我們女生廁所也有很高級的東西 為什麼東西啊 也是紅外線的喔 不是紅外線 紅外線 針孔攝影機 有夠恐刺的嗎 聽過沒有 聽過什麼 紅外線針孔攝影機沒有 女生一定要知道啊 好變態 好變態 紅外線針孔攝影機叫變態喔 我拿給你看好不好 男生都喜歡看變態的東西 真的有夠變態 好不好 我拿一個變態的 這叫這種 紅外線針孔攝影機喔 好 多小你知道嗎 你們可以看喔 蛤 他說女生太老啊 來 終於看喔 認識一下怎麼叫紅外線針孔攝影機 對不對 給你看喔 多可怕 真的 各位爸爸媽媽媽 我覺得這個社會 真的是很 有變態 有過小 我看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看得到 看不到喔 真的是很可怕 好 來 你看看 這有差數嗎 好 太好了 怕會不會 想活動 來喔 你切到MIDEO嗎 對不對 好 我告訴你喔 所以說 所以說 有時候 各位爸爸媽媽媽 有時候我們這次 做老師喔 去教小朋友 我們這很難回喔 我們大家有教小朋友 人性光明的一面 對什麼人都要很熱情 還是要告訴他們說 我們這個社會有好多壞人 你不要到處震一下 陌生人接觸 我覺得這次 好啦 我在社區裡面喔 常常說 常常回山上的時候 都會跟怎麼樣 跟說 欸你們要搭便車啊 沒有人敢搭我便車 但是我們社區 又一個很棒的地方 我住台北那個 新年花椅星辰 很難得在台灣有個社區喔 就是 你要下山的時候 你手一遭圓 搭便車這樣 真的嗎 好棒喔 好 我們可以聯問 姐妹社區好不好 好 有嗎 接到視訊 接到 video 好 好 好 方文件這種事 因為我要拿那個 當作我的 我的神器了 是一個這個 蛤 都會用 有嗎 還沒接到視訊 因為等下很多小東西 要用視訊來放大 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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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很不錯 好我們先看這個 有了有了 有了 欸 語氣就很手上了 來來 好 對對對 看到沒有 不錯啊 為什麼你一拿就回來了 好 來我挑一下 挑太多了 哇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這誰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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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這看到哪邊是誰 哎呦 好可愛喔 這叫紅外線針孔 這也是一樣 而且是無限的 所以真的很多壞人用這東西 放來的 公公廁所 長大一個什麼 充物器啊 發香器裡面 過你就不知道 對不對 好 好 好 紅外線 好 你看這個 最後你看 這紅外線針孔攝影機啊 為什麼針孔攝影機啊 其實針孔攝影機 來講 物理裡面它是一個名字 但是照相機啊 但是因為它的鏡頭很小很小 鏡頭在哪裡了 這麼小一點點喔 因為 這個不能看它自己鏡頭 所以說你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只有針孔小一點點 所以只要針孔露出來 真的看不到 但是這不是紅外線 為什麼叫紅外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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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喔 來 我們針孔攝影機拿來 看我的什麼樣 看我這個 好 它不但可以看到可見光 可以看到紅外線喔 我們看 我們這個遙控器喔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有沒有看到閃 有 有沒有看到 有 那你看得到嗎 你有看到它閃嗎 沒有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按啊 好 我按了我們看到 按下去看到沒 沒有對不對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 好沒有喔 再仔細看喔 拿過來 看到沒有 沒有 好 所以它發什麼 紅外線 你是看不到紅外線 它看得到 有沒有 所以攝影機可以看得到 所以小朋友告訴你喔 你千萬不要做壞事喔 為什麼不要做壞事呢 你說喔 公園很暗對不對 欸我們那個角落幹嘛 西牆裡腳頭戲 做壞事 沒有人看得到 老天看得到 為什麼呢 紅外線打下去的話 那不得了喔 假如說 我有100隻的這個東西 欸我東西打到妳的話 告訴妳 亮得像什麼一樣 舉個例子給妳看喔 來 我有一個東西啊 好 欸 欸 好 這一個喔 不是紅外線針孔攝影機啊 我們看喔 有個概念喔 有的光線我們是看得到 有的光線我們是看不到的喔 我們看我們看不到的光線給妳看喔 欸 再一個查一下 還要放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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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欸這燈會暫時關掉嗎 你看喔 好 好 我們剛剛 我們把那個投影的螢幕打下來好了 那個 投射螢幕打下來 可以誰要切換的 有 用這個 用 對 用那個 好 用拔 好麻煩喔 好 妳可以看到 當妳假如說覺得很暗的話 什麼都看不到 可是呢 在紅外線之下都不得了啊 好 看到沒有 好 妳現在照哪裡 照我這邊對不對 好妳照我好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對不對 好 好 直接關心打下去很可怕 妳看我臉 妳看我這邊 妳看到什麼沒有 看不到對不對 在紅外線之下的話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看到嗎 手好亮啊 看到沒有 好 這什麼叫紅外線 懂意思嗎 這紅外線 好 我們看在哪裡呢 像不像手電筒 有沒有看像手電筒 但是我們看我這邊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到嗎 看不到 但是上面有沒有像手電筒一樣 看不到 好啦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 我們千萬不要做壞事喔 為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很多地方喔 為了為了自安起見啊 裝了很多這東西啊 紅外線燈 你看不到 但是攝影機看得到 對不對 那好了 那假如說 你也想看看 我到底 我們家附近啊 或是我家 去外面住旅館對不對 有沒有給人家裝了這紅外線燈啊 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很簡單喔 你們的手機啊 你們手機都看不到 不相信 把手機拿出來好不好 你把手機拿出來 你們手機很高級喔 沒有手機這樣 照相手機也可以啊 數位相機也可以啊 拿出來看看 我告訴你喔 你們數位相機啊 其實都很高級 很多都不知道這一點喔 注意看 來 來 打開來看看 看到燈了喔 因為它稍微遮了一下 因為它矮一點 看到嗎 看到嗎 有沒有 有對不對 這麼很亮 好很亮嘛 對不對 好這樣子沒有了 這樣子有了 對不對 所以只要有照相的手機都可以 有沒有 所以說 小朋友我告訴你 以後到外面來 做畢業旅行對不對 不知道到什麼 到什麼這個這個 游泳池啊 更衣間啊 百貨公司更衣間啊 你看看有沒有人用紅外線燈 照你的話 這個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到嗎 有看到他玩喔 看到沒有 好 來來 看到沒有 看不到 好來 你拿高點了 來那個攝影機要調他 調到鼎鼎手機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調到手機好不好 看不到 來 有沒有手機來給大家看一下 看不到 這裡這裡 看不到 攝影機是哪一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看攝影機 我們看攝影機 來 來 可以照到一個小朋友的攝影機 來 拿一個小朋友的攝影機 手機不要動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拿一個 抓一個 它是語氣的啊 你幫忙好了 來 黃外色哥哥的來 好 那這一邊的話 你就對著 對攝影機 來 看我的 看到沒 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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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裡面有沒有 很亮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不要小看你的手機 好 所以說一下 你可以看到 所以說 你告訴我 好啦 最後一個 我第一次有這麼多 攝影機對著我 這有點偶像的感覺 你光看就不會按下去 真是的 好啦 所以說 你自己很高興 哇 我的手機怎麼那麼高級啊 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紅外線 各位老爸媽媽 我告訴你 先不要高興了 你要先讓你失望一下 好不好 因為你的手機 或是數據相關 不夠高級 才可以看到紅外線 你知道嗎 因為高級的相機 是不應該看到這個東西的 對不對 因為高級的相機 是要拍你眼睛 看不到東西嘛 好 紅外線 跟紫外線 對相機來講 都叫做雜訊 對不對 所以你買一個高級的相機的話 你要去買一個 紫外線濾鏡 把紫外線給濾掉 你才能夠看得 照相機照得很漂亮 像雜誌上面一樣 懂意思嗎 所以不要 喔我好高級看到紅外線 但是你也很不錯啦 可以找到手機 找到手機對不對 找到這種東西 好啦 順便給大家介紹一個東西 這是在昨天啊 這是在昨天啊 昨天我準備材料 結果呢 我在公關商場附近 有人在哆嗦 賣一個東西啊 什麼東西呢 我這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就是跟他買了 這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紅外線 針孔攝影機偵測器 尋找器啊 他說 不管你的 你看喔 我假如說今天這種攝影機 他沒有找紅外線的話 你還是看不到嘛 他不打紅外線 你也看不到嘛 對不對 他不開機看得到嗎 你也看不到啊 所以他只有等你睡覺 他才開機 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說你去住旅館的時候 你要看他有個廠啊 什麼芳香劑啊 什麼空調裡面啊 是不是那個縫縫裡面啊 這個東西可以用 這個東西可以用 你可以看到 我不相信 我本來說 怎麼可能不開機的時候 結果真的是可以啊 你看這個是不是 我們攝影機是可以看到這邊的 放大背書過嗎 來 放大背書過 來 攝影機過來 過來 過嗎 好 放到最大好不好 好 你看呢 這個是 這是我的針孔攝影機 對不對 針孔攝影機 我把這個打開了 好 針孔攝影機 對手這個洞 這個洞可以看到嗎 好 它是照相 等一下很難 好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亮點 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亮點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用眼睛看 來 來 弟弟來 我看你 你看我 拿著這個 好 看啊 有沒有看到一個亮點 有沒有 好 我不開機我把電池給拔掉 有沒有看到一個亮點 還是有 對不對 所以說我現在科技這不簡單 這不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個亮點 所以說這個東西啊 只要藏在某一幅畫裡面 畫花的花花的 打一個洞 你眼睛根本不可能找到 但是我對著它看 你那個眼睛看了 欸 畫上面就有個亮點 對 很有意思喔 很有意思喔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 沒看過對不對 這叫物理 什麼物理呢 因為 每一個鏡頭 上面都有一層鍍膜 它為了讓 讓幹嘛呢 讓光線進去的更好 上面都有一層鍍膜 那鏡頭又是球形的 你光打上去 你看喔 我們到森林裡面 看過卡通就知道 森林裡面一片霧黑啊 但是呢 你看到貓頭 你看到獅子 看到老虎看什麼 是不是眼睛這樣 兩點兩點兩點 對不對 是不是兩點兩點 因為 球面的東西喔 球面的東西啊 你光打上去 它會反射回來 你光怎麼打 它就怎麼反射回來 所以 這個鏡頭 它也是幾乎像一個球裝了 光怎麼打 所以你要順著這個 看過去 它就反射回來 所以很聰明啊 再加上 因為它有一層膜喔 它對某一種 特定的顏色光啊 它反射特別好 它就選擇這個光 這樣回來 所以很簡單 這沒什麼東西啊 就一個燈泡 跟一個 一個綠光片而已 很簡單喔 這個給賣了好幾千塊 成本 一百塊不到 所以科技這東西 其實就是 科技的人 就騙你這種不懂科技的人 就賺錢 但是 這個有時候真的很有用 比如看那個 看那個那個針孔式 所以這麼小一點 我看得好清楚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紅外線喔 然後其實 你要看紅外線 也有個東西啊 其實很好看喔 好 這是我在實驗室找出來的 你看這個東西啊 打出來沒有光對不對 好 打到上面 什麼顏色 紅色的 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 它是把紅外線 變成一種可見的 有紅色光 所以可以看到 到底光從哪裡去了 因為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紅外線雷射打出來 眼睛看不到 我在國外的時候 國外的時候 就有人做實驗 欸 雷射管呢 奇怪怎麼沒有雷射 怎麼沒有雷射 怎麼沒有雷射 哇 再看 什麼都看不到了 血跡燒壞掉了 懂不懂 所以紅外線有時候 很強的話是很危險的 跟紫外線一樣 只要很強都很危險 好嗎 好這紅外線喔 所以紅外線到處都有啊 那你有說 紅外線什麼東西 其實紅外線很簡單 你身上發出來就是紅外線 只要有熱就會有紅外線 有熱的東西也會有紅外線 像什麼東西呢 人也會有紅外線啊 好 你看喔 你說那種紅外線啊 是怎麼樣 是發出光來 發出光來 那你要說 小朋友很厲害啊 拿了什麼線 拿數位相機去照 他不就知道哪裡有紅外線光了嗎 所以小朋友下車的時候 給你這個功課好不好 拿一個數位相機去看廁所 那個 有沒有打出紅外線來 懂意思嗎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啊 你小時候很調皮對不對 我就想 我想 那個掃廁所那阿姨好壞喔 後車的叔叔好壞對不對 我想整整她 我不要讓她廁所洗得這麼乾淨 我要人靠近尿尿的時候 我就偏偏不要讓她灑水 那怎麼辦 這老師怎麼叫人家做壞事對不對 但是科學嘛 科學嘛 怎麼辦 怎麼辦 我還要把那邊貼住 你扣近的時候就被感測到啊 怎麼貼住 從旁邊 從旁邊一樣啊 從旁邊它是廣角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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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扣近啊 從旁邊它是廣角的啊 從旁邊它是廣角的啊 你怎麼會扣近啊 我教你喔 我往旁邊是會反射 我教你個方法 下次試看看好不好 就拿面鏡子嘛對不對 鏡子的話 你往旁邊打過來 它都反射走了啊 它就不會反射回來啊 所以拿個鏡子怎麼樣 所以下次你要 你要 要 整這個火鍋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怎麼樣 拿一面鏡子 一面靠近一面靠近 欸沒有灑水的 就開始尿尿 對不對 那你太厲害了 一面拿個鏡子一面尿尿 哇 哇 小金帽 鏡子會割人喔 我告訴你喔 好可怕喔 又要練那個腿 腿花寶典喔 好不好 來 所以說你看喔 那 那好了 紅外線 那好 那今天我們做防盜企劃 因為這種紅外線不方便 為什麼 它會發出光來嘛 所以說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一種紅外線怎麼樣 不發出光的 什麼紅外線呢 就是人體發出來的紅外線 居然這個東西啊 家裡有這個東西舉手 有沒有人有 來雲群的 來雲群的有對不對 好其實 我很建議很重 我們自己家裡也裝了這個東西啊 因為有時候 媽媽到了 或是阿嬤到陽台去 洗個衣服啊什麼 你找不到開關很麻煩對不對 手又濕了 一靠近它就會亮嘛 這什麼東西啊 好 你去看 好 這什麼燈啊 好 這什麼燈啊 光明燈 對 好 你們學校也有 很多學校都有 我們學校也有 好 我不要照你們 好 沒關係 你看喔 人走過去的話就會亮 對不對 為什麼人走過去會亮啊 它發出紅外線來嗎 它沒有發出紅外線來 你看喔 我只要人靠近喔 等一下喔 比阿公家也有 不錯喔 好 你剛剛那個 好 好 朱老師不錯 他說知道我要用什麼 好了 所以等一下 因為它開始啟動一下 要稍微等一下齁 等一下就起掉了 人一靠近它就亮了 好了你看就起掉了對不對 人一靠近 它就亮了 為什麼 對 對 沒錯 我剛剛講過 紅外線 熱的就是紅外線啊 對不對 會發熱就有紅外線啊 所以人是會發熱的嘛 所以人只要靠近 它就往 可以亮啊 懂不懂 所以很簡單齁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人走過去會亮 問你啊 那僵尸子活過去會不會亮 為什麼 僵尸子冷的 同一是嗎 所以老爸家有紅外線 有一個就是這樣子 人走過去還會亮 那我問你的 那你 那你要走去不讓它亮怎麼辦 很簡單吧 來 氣火對不對 隨便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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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了亮了 不小心就亮了 因為它會反噬 好不好 來 隨便看齁 太敏感了齁 太敏感了 好 你可以穿什麼 穿一個很厚的衣服 或者拿一個雨傘 但是雨傘有點薄還會透過 所以你要把你的紅外線擋掉 是把你人體的紅外線擋掉 懂意思嗎 所以以前常看到 什麼雨衣大盜啊 什麼東西 後來想一想齁 這雨衣大盜幹嘛呢 就是擋掉自己本身的紅外線嘛 對不對 好啦這次我跟 講齁 所以這裡面有個紅外線接收器 好 這是這樣子齁 好 那好 那好 紅外線 好 小偷我看到 我看大家講到這邊啊 快了快了 好不好 等一下 先辦得最早了 你就注意到後面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看呢 那我辦到這個房子以後啊 小偷來了 小偷我被克服他 那最討厭怎麼樣呢 我有一年啊 發現我們家有老鼠啊 我們家有老鼠啊 那老鼠怎麼辦 小偷來了 好 烏鼠氣對不對 有一年 老鼠啊 你不要用這東西喔 這東西很殘忍啊 你會不會用這個 這東西怎麼用 你知道嗎 我教你們喔 你現在買到這個有多容易啊 這樣放過來 對 放過來 然後呢 放過去對 好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放一個起司 對不對 對 當有老鼠過來的時候 好 起司 為什麼已經起司 老鼠一定喜歡吃起司嗎 我告訴你 錯了 有一年啊 我們家 有了老鼠喔 有了老鼠 老鼠很厲害 結果呢 我放很多東西他都不吃 連起司他都不吃啊 這塊叫起司 他都不吃 好 結果呢 你把肉放在這邊啊 你知道本來目的怎麼樣 就是讓老鼠吃 因為老鼠這東西喔 他只要看的東西 抓了就跑 他不會在原地吃 他抓了就要拿回去 他抓了以後 就回家去了 那這樣好殘忍喔 我都覺得好殘忍喔 何必嘛對不對 我們要人得之心啊 老鼠他也要生存啊 不是 是因為你佔了他什麼啊 佔了他生存地方啊 所以他不得不到 打你家偷偷的東西嘛 但是我非得抓這個老鼠啊 所以用了好多方法喔 什麼龍子都沒用 後來我自己喔 做了一個什麼東西啊 補鼠器喔 來看我的補鼠器好嗎 好 這補鼠器喔 你看這補鼠器喔 這是我做補鼠器喔 為了這老鼠啊 花了好大心血喔 你看 自己做補鼠器啊 我自己以為我很聰明對不對 我們就跟老鼠抗爭對不對 老師補鼠器怎麼做啦 你看 這樣拿出來 高科技補鼠法 因為我用了 我不用那個假鼠板太長了 後來我用什麼事情啊 好先我一面講喔 好那沒關係喔 我一面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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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我們家的老鼠喔 其實我抓過無數的老鼠跟蛇啊 我們附近只要有蛇有老鼠 我們鄰近有蛇都是我抓的 我們學到蛇也是我抓的 抓老鼠對我來講太簡單了 為什麼 你要懂他習性啊 我以前抓老鼠怎麼抓呢 我看到有老鼠 我記得角落的地方啊 就擺一些把老鼠怎麼擺好來 擺好 或是哪一個桶子 然後哪一個 我自己做的鐸門啊 他就撞進去嘛 但是我告訴你 我就形容我們家的老鼠 等一下影片給你看喔 沒有影片 我找不到那影片了 但是我有照片啊 那個老鼠很特別 我一直很想找一個生物學家 問他那到底什麼品種老鼠 你們等一下看看 一般老鼠看起來張國蜀目就可以 但是那隻老鼠 你看看他可不可怕好不好 非常非常可愛 等一下喔 我可以形容一下 我們到有老鼠說 哇我真的好擔心啊 搬出去房子有老鼠 那很麻煩啊 結果呢 我早上 那我可以 我用假手機 為什麼用黏鼠板 我可以用黏鼠板嗎 對不對 結果我們在樓梯啊 這都沒有白板 不能滑 好 結果怎麼樣啊 我把我們在樓梯喔 樓梯上面 樓梯我擺了幾塊的 什麼叫 黏鼠板 好 黏鼠板 因為我從我的監視器看到 他每天晚上會怎麼樣 從我們家廚房 會下樓 去廚房上來 都會上一個樓梯啊 所以老鼠會上樓梯啊 很快上樓梯 爬一層一層爬上去 結果呢 我就把什麼叫 黏鼠板放那邊喔 你知道嗎 我剛剛 我看到影片我快瘋了 你看 我真的眼睛瞪好大 竟然有這麼聰明老鼠 他怎麼樣呢 我爸給你看就知道了 來 你看喔 這還是我剛做好的樓梯啊 我們假如說樓梯是這樣的 欸 藍兵攝影機 看得到嗎 好 你看 只要樓梯這樣子 好 這樣子 結果呢 這是樓上 結果樓上 我就放一個東西呢 放一個黏鼠板 放到這裡 有沒有看過黏鼠板 黏鼠板是什麼 外面是什麼框子的 木框的嘛 裡面還有老鼠 怎麼這麼多人知道 對不對 我知道東西的老鼠很有名的 好啦 有木框在這邊嘛 木框小小的這邊 結果你知道嗎 那天呢我看到老鼠怎樣 牠跑上來 牠跑上來 噗噗噗噗噗 跑一層 跑一層 結果到這邊一層 我想欸這好高興才跳上去 牠不會 結果到這邊 就上來了 好聰明 而且速度很快喔 一直跑上來 不得了 怎麼這麼聰明老鼠 所以我第二天呢 我就在這邊再放一塊 我想這不會了吧 你第一層跟你透過了 我就是跟牠做心理戰嘛 對不對 牠知道我在放一層 嘿那第二層一定會給我打擾我 對不對 牠很緊張 牠速度喔 不是慢慢走 是 噗噗噗噗噗噗噗 跳上去了 然後你要再跳一層 想都沒想 我覺得牠腦子就動得好快 完全沒想像 譬如說我有時候我在搶牆腳 譬如搶腳嘛 譬如我們趕到牆腳 我會知道 牠可能藏到這邊櫃子裡下 對不對 那以前呢 譬如說在櫃子 我會在這邊角落呢 角落放一個籠子 因為我知道老鼠齊心 一定會沿著角落跑嘛 結果我這邊呢 看到老鼠我就拿棍打打打打打 牠會跑到這邊來 跳上去跑掉了 連想都沒有想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牠的籠子是全新的籠子 全新籠子 我想這是身經百戰 看多了年數版 看多了什麼籠子 對不對 我就做一個你從來沒看過的東西 好不好 好 我去做個東西 太厲害了 來 好 這是我的補屬器 喔 補屬器啊 怎麼補屬器呢 你看喔 一個東西掉在上面 好 衝上到裡 這個太早了 就是把丟在上面 這什麼東西啊 拿兩個棍子來喔 兩個棍子 你們這棍子一定很多 好嗎 隨便 隨便 橡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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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叫陳姿先好 來 我怎麼弄呢 其實我當初啊 我是拿兩張椅子喔 椅子椅子放不上來吧 可以嗎 好 拿椅子 好 我也要有很多 這不是要打老鼠用的吧 好 好,我就拿一個椅子,欸,這可以插電嗎? 這個可以插電嗎? 好,然後,等一下好,來,電源來,插一下,這高科技的防盜器 好,不是這樣子,錯了錯了錯了,不是拿這個,我想到嗎? 好,來,插座給我好了 好,然後呢,這個是放,好,開關先不要開,好,這是這樣釣啊,這邊的,懂不懂,釣不那麼高,同意思嗎? 然後呢,譬如說,好了,這個叫起司好不好,保守喜歡吃自己都放在這裡面,可以嗎? 要放這裡,這是起司好不好,這是一塊起司,好,你會太累嗎? 好,你可以開,好,開了是不是? 好,開,好,然後這樣子,可以看到,來,這邊拿,張老師累死的好不好,你看,老鼠在這裡,懂意思嗎? 好,這是一塊起司,這塊起司在這邊,那我的目的就是幹嘛呢?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東西吧?老鼠怎麼都聰明看過我這東西? 我自己都沒看過我做的東西,對不對? 結果呢,這個老鼠在這邊對不對?然後呢,只要他怎麼樣? 他把東西拿走,就掉下來了,很厲害吧?對不對? 對,對不對?好說明的補鼠,對不對?來,再看一次喔,來,這是起司對不對? 好,等一下,一人送你一個這東西好不好? 我們去做好不好? 這樣子喔,你看喔,這樣子喔,我先跟大家介紹這什麼東西好了,好不好? 這叫一個開關,這叫一個開關,你看喔,這一個是電磁點,小朋友來看看,這個電磁點,你看喔, 好,先看這邊,不要切掉,不要切掉,這開關喔,等一下,等一下好不好? 來,這是開關喔,你看喔,等一下我們一人給你一個開關,不一樣,但是你可以改裝喔,這是電磁鐵,看到沒有,這是電磁鐵喔,這是電磁鐵,好,注意看喔,我只要開關一通的話,電磁鐵就吸進去了,有注意看了嗎? 好,再一次喔,你看喔,開關一開,電磁鐵就吸進去了,所以我的開關壓一塊就是肉,肉一塊,肉一塊就吸進去了, 一拿走的話,你看,肉一拿走的話,你看這一塊肉,一拿走,是不是縮進去了? 一縮進去的話,繩子都掉下來 Right,好棒喔,所以繩子在這邊對不對,好,你看你就知道了,好聰明喔,再看一次喔,好,我把這個肉放在這邊喔,肉一塊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這個來,不必這麼高,不必這麼高,因為老鼠沒有這麼大的隻,你只要比他高一點點就夠了,好不好? 我要保證他沒有速度,沒有速度,等一等一下,你們不要晃,不要緊張喔,不要緊張,好,再低一點也沒關係,好不好? 好,這樣子,對不對?看到沒?是勾著他,所以這一塊肉怎麼樣?被拿走,我試他一百次,沒有一次失誤的,沒有一次失誤喔,好,就這樣子,就把它放在這邊對不對? 好,對不對? 哇,我就怎樣,第二天晚上,好,第二天早上起來,可以把他掉了,我就整個去抓這些老鼠 一早起來,哇,好光明喔,衝過去你看,肉不見了,老鼠也不見了 欸,這什麼板子啊,這個什麼,這是我們家做那個遮陽,遮陽那個板子啊,你知道嗎?很多人跳樓的時候跳樓的時候被他救火了,因為他不會破 這個網子,他拿成硬的網子,他也不會破,老鼠就像平空不見了,肉也不見了 小小小看什麼老鼠,來來來,開始老鼠來了,你們等不及看這老鼠了,來,看這老鼠 他就看出來 我的那個,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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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个有个挡蛋叫帽子 好 所以说 这边一定要讲的 你不要急着做防盗器 这个比较重要 防盗器很简单 我不是讲防盗器 真的是简单 抓蟑螂 没有问题 抓恐龙都可以 只要笼子够大 好吗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 来 来 你看这个老鼠 对 它不是一般的枷锁 这老鼠说对 这什么鼠 谁能够告诉这什么鼠 我很想吃 米老鼠 真的是米老鼠的鼠 就是这样子的鼠 对不对 对 你看到耳朵 你看眼睛 多么会截的眼睛啊 对眼睛好漂亮啊 好可爱 真的很可爱啊 你看哦 一般的老鼠 一般的老鼠看起来很可怕 对不对 但是它不会 你看这好可爱 你看这个毛不像那黑黑的 头也不像那种脏头鼠的样子 这真的不知道什么老鼠 红薯 红薯鸡老鼠 真的很聪明 我跟它斗了快两个月了 你看这是我在做 你看不骗你啊 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在我们家车库做出来的 抓到了 好 等一下再跟你讲怎么抓到 好 你又把你抓到 好 好 好 给你看一下啊 你欣赏老鼠好不好 好 好漂亮啊 好可爱 好可爱的老鼠 好 好 我告诉你啊 到最后我抓到了 我抓到 但是我觉得 非常非常丢脸的 非常惭愧 我们用一个 非常非常不是暴力 非常一个 不很聪明的方法 把它抓到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受不了 后来我才买一个摄影机 所以这个 这个跑掉那一瞬间 那个摄影机还没拍到 我觉得很可惜啊 好 我买一个摄影机来 摄影机来 就啊 有一天早上 我有一天晚上 我那摄影机才买那种 有东西动过 摄影机就会叫了 有一天半夜 这完全叫了 哇 我跟儿妈妈两个人 好兴奋啊 起床一看 就在我们河市里面 在河市里面 在河市看到有老鼠 那时候我们就把什么样 我花了快 将近一个钟头干嘛呢 做防御公事 把揮揮揮揮揮 Playing 揮揮揮揮揮 至少要墙要这么高 保证它不会跳过去 而且要光滑的墙面 因为我很常算做木工嘛 所以会很多那种 我会很多那种 什么利光板啊 很亮的 不想不想不可能 爬爬过去啊 把揮揮揮так好久 然后呢 知道他在哪里面 就拿个哨 teilweise 退往那边跑 拿换个笼子 照样跟我一起 他不会进去 例えば他也不会进去 結果那英文 fren�� 完全围起来 没有地方跑 到最后你这样说老老妈 她太累了 哈哈哈哈 我们有两个换鸡皮鸡鸡了 两点都换手 她快掉地鸡鸡 我们两个大人去追 然后是太累了 她到最后趴在那边 哈哈哈哈 我就把她抓到笼子里面去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好丢脸 哈哈哈哈 这是把她累倒 这是把她累倒 到最后我们把山里面放掉 我把她放掉 一放出去就泡泡泡泡 回头看我一下 哈哈哈哈 泡掉了 好啦 这是我们叫老鼠 你叫老鼠 好 防盗器其实很简单 好 好 所以讲一下 我刚刚东西带来的 我们的夹鼠板呢 夹鼠板 不要这个夹鼠板 我告诉你 这夹鼠板很危险很可怕 但是我买了很多夹鼠板 买了将近100个夹鼠板 干嘛叫我们老鼠板 不是啊 给我的学生做一个比赛 什么比赛呢 小朋友你有兴趣啊 回去坐看看好不好 我说我爸很喜欢废物力 虽然这个是在五星行当中废物的 那五星行老板好高兴 哇有人买100个耶 买来干嘛 做比赛 叫做夹鼠板 夹鼠板车大赛 我给学生一个提议 就是说 你用这个夹鼠板 给你一个夹鼠板 做个比赛 那次比赛办得非常成功 为什么 用什么呢 它不是有弹簧吗 我们叫节能减碳 对不对 车子的话不要用汽油 不是很好吗 不要烧汽油 不要用电不是很好吗 我用什么 用这个弹力不是很好吗 让车子动 不是可以吗 所以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弹力让车子动啊 可能啊 所以这是我做的 夹鼠板车大赛 我给人一人一块 你要夹鼠板 唯一个条件 唯一个条件 你不能再加其他的动力 不能加橡皮筋 不能加其他弹簧 不能加电池 不能加核能发电 不能加水力发电上面 能不能 所以不能烧火 它的能源来源只有这一块弹簧 做一个车子 看谁跑得快跑得远 所以那表明给你看 哇这是我做的车子 怎么做呢 我先做个雏形啊 给我们这个大朋友们 就是大学生 大学生看 怎么让他跑 怎么做呢 怎么让他跑 你看啊 好哪一块绳子 我找了半天啊 家里什么线最耐你知道吗 楼线 牙线 牙线好不好 只要牙线 好 绿色牙线 对不对 扣住 扣住不要让它跑掉 看得到吗 摄影机看得到吗 好CD对不对 CD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小朋友 我告诉你 闇南话有个叫什么 欸 你们会讲闇南话吗 对啊 这个吗 那我问你啊 好那会对不对 我们说 西妞掉球头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小时比较古时 死掉了猫就要掉到树上 对 西狗呢 啊CD被放的 嗯 CD就放你的CD playe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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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都不懂哦 哦真是的 现在妈妈要加油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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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他要放CD player啊 不然放哪里呢 好不好 哇,來,注意看喔 我以前住中壢河邊 我那時候住河邊 我最喜歡到河邊玩 就看到很多CD,很多鼠鼠鼠鼠鼠 我覺得衛生好可怕 好,注意看喔 好,加速板車 看喔,我放掉喔 因為我們這地方不夠,咱們沒有關係 你再放也不夠了 注意看喔 還沒用完,還有好多可以用 你看 還可以跑得好遠啊 至少20公尺以上 還可以跑這麼久 不錯吧 好啦,加速板車 這有很多物理喔 你怎麼用羅恩之的半徑 比例方法 看誰 跑得最久 等一下放這個 我們下次好不好 好啦,你不是防盜器嗎 怎麼辦放這個 我們用防盜器好了 坐防盜器好了好不好 好 時間就夠了,我們坐防盜器 好,我們這次做防盜器其實很簡單喔 好,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可能要一些材料完 你可能要稍微準備一下喔 來 我一個防盜器啊 我們這防盜器做起來很簡單的 來 我們這個材料 材料搬過來這邊一下好不好 來 來 我們這好了 大家不要不變 就這個 等一下 這一個沒有 等一下 注意看我們給你一些什麼東西喔 這個防盜器 這個防盜器很有用喔 這個防盜器很有用喔 那很有用喔 這個東西我們叫風靈器喔 風靈器喔 風靈器喔 就讓你給它電它就會叫 然後呢 有電池 兩個電池給你喔 我們歡迎給你兩個電池 兩個電池給你喔 你還沒發 我們電池 這個大哥哥注意一下 電池最後發喔 因為以我經驗來講 電池發下去會很麻煩喔 那全場就亂叫一通 會很吵 然後 好 小朋友我告訴你喔 我今天教你這防盜器的目的啊 除了防盜之外 我要你們去發揮它 東東 發揮幹嘛呢 除了防盜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我小時候我們家不是 九個兄弟姐妹嗎 我最怕的是什麼東西呢 最怕我們幾個兄弟啊 這個 我剛第一次買冰箱的時候 剛第一次買冰箱之後 我就說哇 我想做個牛奶冰放上去對不對 弄了半天 好不容易結凍了 給我水哥吃掉了 所以說 我那小時候 欸我可不做一個防盜器呢 冰箱一打開就會叫 對不對 現在小時候防不到 防哥哥可以吧 是不是 好啦 這種東西很簡單 你看我只要機上電的話 他就叫了 等等 只要機上電他就叫 懂意思嗎 什麼意思呢 只要你這兩端啊 這樣就叫 所以說下次 下次 下次小偷來的時候 懂不懂 就在這邊啊 把它貼在牆壁上 小偷先生 你來的時候 請把這兩個碰上去 他就開始叫了 觀眾 是不是可以 那這樣不行啊 所以我 這就是你們今天要做的東西啊 你怎麼去設計 讓小偷來的時候怎麼樣 自動接上去 懂意思嗎 開關 開關 所以你用開關 你可以用紅外線 你可以用紫外線 你可以用雷射 都可以 好不好 開關 好 你起碼要做完 叫你很多發揮的地方好不好 所以用這個東西喔 我們等一下 動作要快一點喔 好 等一下這個東西發給你啊 像我那個 那個一樣 這是個開關喔 這開關就是我做的小 叫那個老鼠開關啊 這等一下你自己發揮 怎麼樣 我告訴你喔 其實 你把自己家裡自動化的話 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地方喔 我最近在忙種菜喔 哇 你也廢似不可喔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在種菜喔 我們家種菜 我很喜歡種菜 我喜歡種花 我們家養魚喔 我們家所有的椒花 全部都自動化 你知道 我一個月不在家裡的話 我們家會全部自動化 所有的材料來自於哪裡 揮縮廠 很簡單 很簡單喔 養魚也自動化 對不對 當初養兒子很想自動化 可是媽媽說不行啊 好 所以這樣很簡單 好 來注意看 會發現東西可以 等一下呢 來 最簡單的東西來 就是什麼家 你有一個什麼家 這是我突然想到的喔 一個很棒的東西啊 你有一個什麼夾子 來那各位 幫忙大哥哥大姐姐看一下好不好 要不然等一下你們都不知道 要怎麼叫小朋友了喔 注意聽喔 這個夾子給你對不對 這夾子很有用 你等一下會有徒弟 有徒弟的話 請爸爸媽媽幫小朋友幫忙一下好不好 你徒弟的話你幫他盯上去好嗎 徒弟怎麼盯呢 來 注意看喔 你要是不懂的話 等一下就很麻煩喔 徒弟記得拿來 從這個夾子裡面啊 穿過去 不會 賣罩 掉了一個 來補一個徒弟給我 跑到貢貢裡面去了 來 土弟從來 從這邊盯上去啊 可以是嗎 好 你就幫我 我們到四點而已 真的嗎 可以延長幾個小時 好 真的喔 其實我要講話 講到完四點也想不完 注意看喔 這邊盯上去喔 我最長一場演講是七個鐘頭 真的七個鐘頭 沒有人要走耶 好 定上去 這叫做開關 很漂亮 很確實的開關做成了 那 那我常常做東西的時候 來 那個 那同學你不撿那個繩子嗎 來給我好不好 不是 電線 好 拿一段來 圖一波 沒關係你就給我就好了 好 有時候我做東西喔 那這個是巧的 你等一下拿來喔 你稍微拿來試試看喔 巧的我實在是自己都不敢想像喔 我本來這個電線拿來喔 電線拿來 然後呢 我發現把這夾子呢 夾子上面不是剛好兩個洞嗎 這兩個洞幹嘛用的 錯喔 做防盜器用的 就是我穿過去對不對 穿過去喔 我常常在外面 我說我要教大家做防器 他說 你現在用焊槍嗎 不必 用落鐵嗎 不必喔 電焊嗎 不必喔 插電都不必 我們空手就可以做防盜器了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不是剪斷的電線嗎 這不釘子嗎 釘上去 好不好 釘上去喔 好 小爸爸老花眼 小朋友幫忙一下好不好 來 釘上去 好 釘上去以後呢 好 我真的老花眼看不到了 好 釘上去 你看這個 你看這兩個卡到這邊都拉不掉了 這兩個洞真的有夠巧的 又不難看 真的好厲害 我自己做完 其實我人家常聽我演講的 我有好多好多上天幫助我的地方 做很多東西都巧到我自己都很難想像 我自己都嚇一跳 都嚇一跳 就是我要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剛好好像配合我手量身做的一樣 你看這樣 這叫一個開關 好 防盜器其實很簡單 你看我等一下會給你喔 來啊 注意看步驟喔 藍色的那個豬豬給我 藍色那個叫電線器 好 這邊有這邊有三個來 剛好這邊有一套的 抱歉 因為我實在沒時間喔 沒想到 東東大學啊 聖誕節放兩天假 我已經忘了放哪一套 我本人家說 誒助教可以幫我嗎 結果放假兩天助教都不在 所以我只好一個人忙 好 你這個拿來喔 這拿來呢 等一下 我們連落鐵焊槍都不要 我只要這個 這個都很好用喔 你把它電線喔 注意看喔 電線轉一轉喔 轉一轉 轉一轉呢 把它扭在一起喔 你看喔 然後把這個上面 壓上去 轉一轉 它就不會掉了 等一下 好 轉一轉 好 它就不會掉了 好嗎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連焊接都不要了 好不好 很簡單 我只要這兩個一接通 別忘了還有開關好不好 房子被拖了 老師你忘了跟我講也有開關喔 好 對不對 所以只要兩個導通它就開始叫了 所以這邊只要接開關 開關在哪裡呢 開關不在這邊嗎 好 把它開關接上去 對不對 好 記得電池的紅的 接這個叫風靈器的紅的 好 紅的是正體好不好 好 紅的接紅的 好 然後把它拿過來 好 通常到裡 轉一轉 好 轉一轉 好 然後呢 通常到裡 轉上去對不對 轉一轉 好 還不會掉了 好 這一個呢 通常到裡 裝上去 可是你裝上去就掉了 所以把開關怎麼樣 先翻開 好 然後呢 好 轉一轉 轉一轉 然後呢 裝上去 轉轉轉轉 好啦 包上去完成了 所以這麼緊張 五分鐘就做完了 懂了 懂了 可是你要怎麼用它 懂了嗎 所以 拿來的時候 放到牆壁上面 塞一個紙條 小周先生你來的時候 把開關搬上去 不是這樣的 好不好 怎麼樣呢 再給你一個東西 這壓克力板 我試了很久 這壓克力板最好 把這東西 等一下 我還可以掉電線 等一下 我的釣魚線 好 釣魚線 等一下釣魚線 他們把釣魚線 一人檢查不上九十公分好不好 一人九十公分 你可以這樣 同學來 拿兩個人把手這樣 伸開九十公分 繞一繞 咔嚓兩邊 就九十公分了 等於是嗎 要不然你四十五公分 你可以啊 四十五公分剪一次 九十公分剪兩次 好簡單的算數喔 好了 好了 然後呢 從這個洞穿過去 打一個結 打一個結 可以打死結 可以打死結 然後 這東西啊 把它夾到哪裡呢 夾到這個上面來 然後把它翻上去 然後就很簡單啊 這東西放到哪裡呢 小偷會經過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下次的時候 牆壁上寫個幾條 小偷先請走這邊 好不好 他走過去的時候 就開始叫了 懂意思嗎 你可以放到哪裡呢 放到窗戶 放到窗戶 然後窗戶一拉開 他開始叫了 你可以放到哪裡呢 放到抽屜裡面 對不對 抽屜裡面 藏一些什麼神奇寶貝 藏到你的抽屜裡面 你的公仔藏到抽屜裡面 好哥哥要開始抽屜的時候 一開服就叫了 懂意思嗎 把它綁在冰箱後面也可以啊 懂不懂 所以說 很簡單 就開關 補屜喔 也可以啊 你把食物放在那邊 一拉 怎麼樣 籠子就掉下來 不是一樣嗎 好 那你材料知道了吧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發揮一下 你腳的時候覺得說 好小聲啊 小偷這個怎麼樣 小偷聽不到 你聽不到怎麼辦 這個只是個點子喔 你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說你覺得他太小聲喔 我教你一個辦法 你可以用手機嗎 好 我們用 教了一個喔 你絕對 換 我那個錢是嗎 多錢錢 來我這邊有 這邊有 所以 來 來 你假如覺得 太小聲的話 我教你喔 你只要會有 開關的概念喔 有開關概念的話 我們就可以改裝了 來 你又太小聲的話 來 把他改裝一下喔 來 好 等一下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你嚇死我了 天啊 我會被電子 他電子 他電子 我會被電子 我不會電子 我只會上面說 你們做完美 好了 好 好 沒有關係 等一下 我給電子 你覺得太小聲的話 我可以教你一個東西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個鈴子 沒看到 喔 在這裡 來 我們可以請 好 好 你點氣 對不對 你不太小聲的話 我們就裝了這東西啊 好 注意看喔 好 其實在中壁喔 中壁很熟喔 中壁其實已經中壁有一個電料行喔 在中壁就不是一個電料行嗎 好 你講說你缺手不一樣 那邊幾個老闆 我根本就從小買東西 把他們大樓 非常熟 那些東西 我這些東西在那邊都有喔 好 注意看喔 插頭 插頭 好 插頭沒關係喔 所以說 你覺得不夠大聲的話 對不對 我告訴你喔 家裡有寶貝女兒 把她裝在床頭 對不對 在床頭 對不對 裝床頭 你半夜 所以有人在那邊想怎麼樣 他一拉 我不相信那一個小婆子 我這樣老鼠頭 頭胎的 他怎麼知道把這放回去啊 他已經透明了 一拉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怎麼知道把他放回去 你懂得嗎 對不對 再來一次 好過癮對不對 很過癮喔 有沒有效 保證有效 懂不 我已經做過很多 沒關係 你回家慢慢玩喔 再一次 再一次 欸 抱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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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有一次喔 有好幾次不是一次喔 我到那個小學去交換這個 湯老師會跟我抱怨 湯老師你知道嗎 我們再過來差不多兩個禮拜喔 哇 他快受不了 我只要走過我們班上 某個地方 你走過你 哩哩開始叫了 走過有點厲害 他小朋友把我綁在兩個桌子中間 綁在兩個椅子中間 綁在老師的抽屜裡面 綁在黑板上面 綁在板擦上面 綁在板擦上面 受不了 好啦 所以說 下次你們這樣寶貝 把你醜得要命 不要怪我喔 他在創造 好不好 他在創造 好來 我把材料發下去了 材料可以發了嗎 來 你先請他來幫他吃 好不好 沒桌 有沒有桌展嗎 還是會有四個同學 好 來 這個袋子來 跟 來 跟大姐姐們 袋子先發下去 好 要不然可以滿地找東西 柳子 材料 一個人一份 一個人一份 塗釘 塗釘小心 各位媽媽 你要拿到塗釘先丁到你的夾子上面 要不然土地会满地走啊 很麻烦哦 千万注意的土地不要掉了 好吧 好 里面放我们的鹅巴 我们的鹅巴贝给你看 好不好 对啊 把老鼠放啦 他回去找他妈妈去啦 不然多可怜啊 对啊 对啊 记得哦 扣环 电池到最后再发好不好 电池到最后再发 电池最后发 扣环一人三个 夹子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好 那个 刚刚有一把电线的 那个 不是这个 一把电线在哪里 整把的电线 等一下 看一下 这个 这个先不要发 这个 这个先不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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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剪开 先剪开 剪个厚 这个厚 还有黑色的呢 看一看 三个 一个人三个 好吗 看一下 三个 很没错 好 那三个 好 太黑了 这边这个 再看看我 顺便发 对啊 看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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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我看好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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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哪一組 喔 這邊小朋友迷路了 因為我們還會有改裝版喔 想要做改裝版嗎 我們看哪一組最早到齊 來 看哪一組 喔 這邊小朋友迷路了 好 來 你要的 正在老公那個迷路喔 來 所有人坐好 要教大家做改裝版 要不然讓你只會到這邊的話 那就多可惜啊 因為這樣的話 你看別人做你就會了嘛 但是後面的發揮才是重要的地方喔 因為科學要養成喔 只會做這個東西 你要做其他很多很多東西啊 好 來 坐下來喔 就坐下來 我們把它關掉了嗎 把它關掉了喔 好 好 來 現在有聲音 我們可能要把它的防盜器收回來唷 來 來 坐下來 大家可以改良防盜器再想 你們現在都已經有概念了吧 喔 我用錯了 你用錯了齁 好 原諒你 來 注意看齁 你們現在都有概念了吧 防盜器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觀念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兩個開關 譬如說這兩個電線 對不對 一倒通就叫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倒通就叫嘛 那我們可以做很多很多東西啊 你知道我在家裡喔 幫我們家很多個自動化 剛剛講不是那個嗎 就是那個 叫做這個這個 椒花嗎 養魚嗎 對不對 那還有呢 因為我有養鵝喔 養鵝有個好處啊 太多好處啦 養狗的話很麻煩喔 為什麼 你不在家的話 你狗便怎麼處理啊 狗試料怎麼處理啊 我養鵝太多方便了 鵝在我們家裡面的話 我只要一個月都沒有關係喔 這是我們家院子啊 我在院子 只要我們家院子裡面有草的話 他幫我除草 他幫我施肥 對 那他還可以他自己吃得飽 我只要負責怎麼樣呢 負責一盆水給他就好了 所以鵝很乾淨 但是就是素食 所以他便便不錯 因為鵝的話又不會有蛇 我們家鵝鵝都有蛇 我們家沒有蛇 因為他只要看到繩子類的東西都會咬 所以他最喜歡咬我的鞋帶 外面是去到我那邊 他會回來就往鞋帶 他會把鞋帶給解開來 然後解開來 所以說 我只要一盆水就好了 可是一盆水我不在家 你怎麼知道那個水 怎麼去控制水不會滿出來 水不會用完呢 所以我做一個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自動東西啦 水滿警報器 什麼叫水滿警報器 來很簡單喔 這是開關對不對 只要水滿的時候 懂意思嗎 你只要牆壁上貼個紙條 就說水滿了 鵝先生你把它接上去 那馬達就動了 當然不可能這樣子吧 怎麼辦呢 我教你這個東西 我發給你的嗎 好 這東西呢 來 這發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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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也要發回去 來 來發一下票 那個那個線給我一個對 大家稍微找會發回去 會發給你的話 因為收回去 這個線沒有 線沒有剪 沒有剪 所以才給你了 好 現在不是這個嗎 來 昨天晚上我為什麼 一點多睡覺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頭 你們沒辦法做 所以我一個人在做這個頭 我回到家已經十二點 我出來一點都快兩點 因為這個頭我把你們都接好了 我本來有住 有住假結果沒有 我都把你接好了 然後這個頭你們這樣 來來 塞上去 塞進去呢 好 接上去 好 接上底下呢 這是共用端 來 影片可以看到嗎 這邊是共用端 哪一個 攝影機在這裡 來 就過來 來看看 這邊是共用端 裡面夠大嗎 哪一個比較大的 好 這邊是 好 攝影機在這裡 OK 這是共用端 那上面不是兩個嗎 兩個的話你看 你可以選這個 選這個 選這個底下的話呢 這是一個開關 我們叫微動開關 我當我選這個底下的時候 按下去的時候這兩個通 我選上面的話是按下去不通 比如說我放到底下給你看好了 我們剛剛不是放到 放到現在兩條線嗎 對不對 我把線拉高起來給你看 接上去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開關了 按下去這兩個通 相當於剛剛你們那個夾子 剛剛夾子是什麼樣子 是 拉開就通 這樣就不通了 所以你這個開關有什麼好處嗎 我們家車庫 我想很多爸爸有車庫 我每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 我今天到底車庫關了沒有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車庫關了 我常常在商場就知道有車庫關 我在車庫就裝這個東西 我當然不會裝這麼小燈 我裝一個燈 所以這個風靈性 你可以改成燈 或改成其他東西都可以 改成手機自動播號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改什麼都可以 改成馬拔就可以 所以說 接上去之後 其實我們家車庫呢 晚上呢 鐵門不是搬下來嗎 搬下來以後 它是不通的 只要半夜有人把車庫打開 它就開始叫了 對不對 車庫只要把人打開 就開始叫了 等於是嗎 或是你在車庫上面呢 車庫上面你可以想想 車庫上面拉條線 或什麼之類的 車庫壓到東西 它就開始叫了 警告你 所以家庭的安全很重要 好不好 像這東西一樣 好 門平常是關著的 門一被打開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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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嗎 或是放哪裡呢 電腦上面 你電腦會被拖 我們家四十二電 車庫第一次啊 下次我拿 一定要裝到這東西啊 一拿起來它就叫了 等等 一拿起來它就叫了 那有些東西是怎麼樣呢 是 是這樣子不叫了 壓他才叫 譬如說這些警告的東西啊 譬如說你們家車庫 常倒車倒車 哇糟糕 撞到壁怎麼辦呢 牆壁上是不是可以弄 一個這東西啊 總統 牆壁上可以弄一個這東西 你可以弄長一點啊 你只要倒車倒車 到某個地方 就開始叫了 就表示你已經到電點了 車就可以停了 所以這叫微動開關 用途很多很多地方 好 創力性的東西在哪裡呢 好 我們知道 遇到暑假齁 暑假是所謂枯水期啊 枯水期 我們知道水塔 其實陶雲線齁 最近有一個很好消息 你知道什麼嗎 是沒水布 那個已經真誠取水 以前我做中立的時候 那是要命啊 採風布後幾天沒水喝 流水喝都是黃的對不對 所以說水布沒水的時候怎麼辦呢 乾水 枯水沒水怎麼辦 我就從小就想做一個東西 欸 水布沒水警告器啊 就這東西很簡單喔 你看喔 裡面的桶子對不對 然後裝水 裝水 好啦 裝水 好 裝水呢你看 當 裝多一點喔 好 裝水 裝水以後呢 把這個呢 綁在哪裡呢 綁在你這個繩子上面喔 綁在上面喔 綁在上面喔 欸怎麼綁欸 欸現在小朋友不會打結欸 我等一下九個兄弟姐妹喔 每個都會踩他們車啊 我比較穿臉都會覺得粗了 你知道嗎 這叫放針起針法 對不對 媽媽一定知道 媽媽會不會打毛線喔 欸我會打毛線喔 欸我會打毛線喔 好不好 所以小時候你不要說 欸這是男生的那是女生的 沒罪我也是喔 我叫女生每個都做男生的事情 好啦你看這樣子 好 看上去呢 好這是不通的 對不對 好 好你當你有水的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水它不是有浮力嗎 對不對 好所以這 這是鬆的 當水位慢慢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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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什麼 降到沒水之後 欸你沒開 OK 好 好 當水位下降之後 降到某程度怎麼樣 就開始叫了 等於是嗎 就開始叫了 好 水位上才不叫 下降就叫了 等於是嗎 所以下降叫的話 但是水位一到這個時候 你就知道了 水位已經到安全底線了 再來就大家不要洗澡 吃飯最重要 懂不懂 那這邊也可以接什麼 接馬達 馬達開關 開始啟動了 開始啟動 到那時候又關掉了 所以說 你可以到某個程度 用這個另外一個 到底下用另外一個 所以只要有這個開關 什麼都好做啦 太多開的東西可以做了 譬如說像什麼 來 我很多開關喔 來 看到喔 你可以想 這個開關還有什麼東西呢 另外一個開關給大家看喔 這個開關 這也是開關啊 這是開關 這也是微動開關的一種 你們的電量房都買得到 真的很便宜啊 其實很便宜喔 都買得到 好 這開關一樣啊 它這個共用級喔 好 好 你看這樣子 你看啊 這開關也是一樣 像通 像不通 很輕啊 就通了 這做什麼用啊 很多電動玩具 人家投幣口 只不一偵測 看硬幣有沒有掉過來 就這樣通了 懂意思嗎 就通了 好 很多用途啊 這可以用很多用途啊 什麼用途啊 譬如說 剛剛保麗龍球 那個保麗龍球 好來 今天譬如說什麼呢 好 另外倒過來用 對不對 好 好了 這樣子 弟弟 各位妹妹 你看喔 當啊 你在看卡通看得很過癮 是喔 媽媽說趕快去洗澡 水都要滿出來的時候 媽媽沒有問題 我做一個什麼 水位 水滿自動警報器 他叫了我再去洗澡 對不對 我現在把卡通看完 所以保麗龍球 對不對 水滿了 就開始叫了 懂意思嗎 水滿就開始叫了 懂懂 很多另外還有用到嗎 譬如冷氣啊 什麼東西 那個積水啊 或是點樓 誒這最重要的 因為我住中壢 我住中壢原畫路那裡 那裡 那裡透天光的 我最怕才能頂樓怎麼樣 那個淹水啊 也能用什麼 那個 下水口會積水啊 你去放一個在那裡 對不對 放一個在那邊 等水滿到某個層樓 一直開始叫了 你現在要接這東西 接個燈 可以接到樓下來 電池怎麼辦 用太陽能的 隨時都有電 懂 水滿指告器啊 誒 簡單的東西啊 一百塊不到 對不對 生命財產的問題 好 好 你們提起來好不好 不要跟我講 好 幫我講好不好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用到啊 三坡地 三坡開始滑動的時候 趕快跑 對不對 之類的東西啊 之類的東西啊 還有一個更酷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我們家 這個水 我們家 剛蓋好的時候 我說很多東西是我做的 但是有些東西還是得買啊 就像什麼這樣 冰箱 兒媽媽說冰箱一定要買 你不能撿一個冰箱回來齁 奇蹟一定要買新的 還有我們知道嗎 櫻檯上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櫃子幹嘛的 烘碗機對不對 那個烘碗機買來的時候我就說 那個案件啊遲早會壞掉 有沒有 你家裡烘碗機案件壞掉了 沒錯吧對不對 不到一年 保固一年 一年一個月它就壞掉了 他媽很厲害齁 壞掉了 壞掉不是破一個洞嗎 兒媽媽一講說 哇那好危險 破一個洞 會不會是電到啊 又難看對不對 我說沒有問題 把它洞封起來 那封起來怎麼用啊 你不要用了 怎麼用呢 我告訴你齁 幫我問一下創意齁 這個拿來齁 通常現在不是按一下燈亮嗎 按一下錫掉嗎 我做一個很酷的東西齁 什麼東西齁 我放上紙片齁 紙片呢用它膠帶貼上去齁 我來了 我給你弄它 小指 好 那個紙片在這邊 幹嘛呢 你烘碗機就是 不烘碗機 你滿手都是肥皂泡 又按那個又久了 又髒又危險對不對 好啦 你是不是一個 不要碰到的方法呢 我就把這個呢 放在我那個流理台它底下 是吧 放在流理台底下 然後呢 我把鞋上 吹這裡 第二天的媽媽起來就說 烘碗機就亮了 烘碗機就熄掉 都過癮啊對不對 對不對 你手在怎麼髒 吹一下亮 吹一下熄掉 不是很過癮嗎 欸 有一次我們家有一個客人來齁 說 欸 警察你啊 這個我照你的廚房 洗一下手好不好 我說 快十分鐘還不出來 有人在幹嘛呢 站在那邊 哇 你熄掉 玩得好過癮 你會覺得吹這裡 要那麼漂亮亮亮 我本來 本來有做過路 後來你有在TV說 上面把它貼上去 反正看起來很好笑齁 還不自覺吹的螢幕欸 欸 怎麼不動對不對 別拜託 這個 這個很好笑齁 好不好 用吹的 那你可以把它揮一下啊 還有地方還可以改裝啊 還有它你的 抽油煙機不是也可以用嗎 對不對 抽油煙機又要按啊 多麻煩啊 欸 吹油煙機就開始 欸 它繼續炒菜 欸 它已經洗掉了 是不是很過癮 對吧 很多地方可以用到嗎 好好想像一下齁 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只要這個接點的話 都可以用到 好 還有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再給你看一個東西齁 這東西啊 我在英國練習的時候 我剛講過 英國小胞很多齁 英國小胞很多齁 但是呢 我家沒有被拖過 因為我做了防灶器 因為我小胞很笨啊 只要看到防灶器 就怕了 還最被拖費最多什麼東西啊 腳踏車啊 我有一輛腳踏車齁 好 我和媽媽有個朋友 他叫賴士雄 有沒有聽過賴士雄啊 他送我們一下腳踏車 那個腳踏車很貴 一萬多塊 簡安特的 好 馬蓋仙啊 叫我馬蓋仙喔 叫腳踏車送你 出國的時候你一定要帶出去 我的天啊 腳踏車大家不擠過去 好啦 我就不服手套 我就帶在英國去了 但是 為了防英國小偷齁齁 我做一個腳踏車防灶器 好不好 現在腳踏車都很流行嗎 腳踏車防灶器怎麼樣 我去東西這個做 好 這個開關了 有沒有看到 來看得到這邊嗎 欸 你可以放多大 可以啊 這邊可以 來來看得到嗎 好 這腳踏車不是腳踏車嗎 這腳踏車嗎 這腳踏車水銀開關喔 上面一個水銀啊 上面一個水銀啊 看得到嗎 好 上面一個水銀啊 抵他兩個接一點喔 好 我把腳踏車放來 腳踏車那個龍頭上面 你要騎的時候不是要轉一下嗎 一轉一下就板正來嘛 一板正來就開始叫了 對不對 就開始叫了 所以腳踏車不怕被投 為什麼 一板正來就叫了 你就撲過大聲的話 去買一個大聲一點的 90分貝 110分貝的 那個電料房都有賣 就開始叫了 有一次我在研究室裡面 我在做研究 我旁邊就是什麼 墻外面就是什麼 我放我的腳踏車 上面有個氣窗嘛 我放那邊我想安全啊 有一天我去看 欸 我腳踏車開始叫了 又停掉 下完又停掉 我就跑到氣窗看 怎麼回事呢 原來旁邊有個黑人 他騎腳踏車 他碰到我的腳的時候 一碰一下 就逼一聲對不對 碰一下 逼一聲 碰一下 It's funny 他就在那裡笑 沒事就碰到他 碰到他一下 咬一咬頭又跑掉了 他不是要偷我 這是不小心碰到 對不對 很有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 這樣 它是開著叫 所以叫什麼 水銀開關 水銀開關 有很多地方啊 只要動壓就開始叫了 所以這邊可以接什麼 接個燈光啊 接個馬達啊 你會加一個炸彈 天啊 千萬不要做那東西叫 它開始爆炸了 你不要寄給我好不好 好 水銀開關 有沒有 所以這一開關 你要認得這一開關 這還有一開關 這開關就很有意思了 什麼開關呢 好 這個開關喔 來介紹一下這個開關 這開關很有用喔 德大爸以前要當兵的時候啊 不小心一抽籤啊 海軍陸戰隊 哇 後面人家鼓掌的 十一支籤 十一支籤啊 海軍陸戰隊也佔了九支 我是第一個 後面掌聲越來越少了 好 我在分場哪裡呢 壽山彈藥庫 我負責彈藥庫 我要管彈藥庫 我一去的時候 我們聯長跟我說 陳君明來個動作 對 你是碩士畢業的 你比較聰明啊 來 我們防盜什麼 但藥庫啊 怕被偷啊 因為我們在山邊喔 怕被偷 我們要做一個防盜器 做防盜器 你要知道喔 防盜器太快 接一下通一下 接一下通一下對不對 很危險 為什麼呢 防盜器通與不通啊 你們看喔 來 我們那個電鈴呢 我的電鈴跑哪去了 來 有沒有看到我電鈴呢 好 要有個概念喔 小朋友問一個概念喔 當你們家裡瓦斯漏的時候 你覺得說 你要把電器打開還是關掉 比較安全 關掉 關掉是不是 好 你看喔 譬如說 好 這是一個電鈴喔 來 注意看 注意看這裡喔 這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喔 好 相當一個開關 我在機上去導通嘛 對不對 你看這是電鈴喔 這電鈴有可能是洗衣機 可能是馬茶 可能是抽油煙機 好 注意這個喔 我講過一個演講題 叫 求生保命取悟 可以講到這東西啊 當你家瓦斯漏的時候 你假如電器用門在開著的時候 你就把它關掉 你看那個關掉 你覺得我接上去有火嗎 還是關掉有火嗎 關掉 好 把燈關閉一點好不好 關暗一點好不好 注意看喔 真老師你不怕電到喔 學科學家你要有蓋 你總會電燈 總會電燈好不好 注意看喔 欸 再一盞 留一盞 按了 我沒有紅外線的功能 我看不到 注意看喔 我接上去 打開 接上去打開 有火耶 你們看喔 我接上去有火花 還是放掉有火啊 注意看喔 接上去 放開 接上去 放開 接上去 放開 對不對 接上去 放開 注意看 再看一次喔 接上去 放開 哪個火花比較大 有 有 接上去放開 接上去火花比較大 舉手 放開 火花比較大舉手 嘿 大家都不錯 眼睛都看得不錯 放開的時候有火花 其實機上去火花反而很小 放開 看到沒有 放開 放開 放開那一瞬間啊 火花變好大好大 瞬間那一瞬間 那一瞬間成高壓電 你知道嗎 高壓電是成閃電一樣意思嗎 就成閃電就是火花 火花怎麼成爆炸 你知道嗎 火花絲漏了 趕快把電信物品關掉 就炸掉了 懂意思嗎 不是把 第一個怎麼樣 當然把火花絲先關掉嘛 對不對 火花絲先關掉啊 所以就不要 喔還在動還在動 趕快關掉 錯啊 關掉就炸掉了 電信物 所有電信都不要動 總開關也不要動 你不要說我總開關把它關掉 火花在總開關那裡 有沒有 把燈關掉 在燈那邊 有沒有 把窗戶輕輕拉開 太用力拉的話會有火花 懂懂 好有興趣講瓦斯的話 下次再跟妳講瓦斯 我記得我上次還講了一點瓦斯 好不好 瓦斯很重要 因為在冬天喔 冬天我特別喜歡跟他講瓦斯 危險啊 所以都要開關 好那有問題啦 再來啦 大樣戶手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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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樣戶手換開開啊 大樣戶裡面不是有燈嗎 我這樣設計完畢後炸掉了 天啊 我賠不起 懂嗎 高雄地區前炸光 因為我那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地方 九個彈藥鋪連在一起 我不要跟你講哪裡 要不然是洩漏軍機的 九個彈藥鋪連在一起 全部都炸掉了 所以我把它設計什麼 開關 我就不要拿 我是可以把開關封起來 玻璃把它封起來 玻璃的開關 這叫玻璃的開關 這叫磁黃開關 磁鐵的磁 我不寫了 磁鐵的磁 來老師寫一下好不好 磁鐵的磁彈黃的黃 磁黃開關 磁黃開關 你到電腦房說 我買磁黃開關 就這東西 磁黃開關呢 它怎麼用知道嗎 那另外有什麼東西呢 不是電池喔 拿一個磁鐵 你看呢 開關喔 磁鐵靠進去 磁了 有沒有看到 靠進去 磁了 懂得是嗎 黃鐵的黃 竹子頭喔 竹子頭喔 好 你看喔 我把它關掉 磁了 對不對 磁了 懂得是嗎 磁黃開關 好 那好了 你們發現這裡有什麼問題 什麼怪怪 不是有點綠裂 不是有點綠裂 我現在動作有問題嗎 這是門 這是門框 這是要放門框嘛 因為電線放門框 不能放門上面 門 門上面放磁鐵嘛 對不對 門 關上去 警報去叫 門打開不叫 有沒有搞錯啊 對啊 搞錯 對不對 搞錯嘛對不對 應該怎麼樣 門打開 門打開才叫啊 門關上去不叫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外面只有賣將 那怎麼辦呢 學物理啊 物理的重要在這邊 來 注意看喔 來 教一下物理喔 來 來 你看喔 好 你看喔 吃完看裡面怎麼做的 你看 吃完看是這樣的喔 這個玻璃啊 包著這一根呢 這兩個 這兩個在這邊 你看 我當一個磁鐵過來的時候 磁鐵過來 磁鐵過來的時候 磁鐵叫做N級 S級 南級北級嘛 對不對 好 N級S級 那N級的話這邊是感應什麼 成S級 它這邊磁化成感應N級 C級 它就感應這邊S級 它就N級 所以這兩個N級 就集在一起了 對吧 對嗎 沒錯吧 那好了 那怎麼辦呢 你改變一個 你這樣 放哪裡不會動 出來才會叫的東西啊 那怎麼辦呢 我教你喔 好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 一個 抑制問他 給你兩根磅子 都是一樣重 一樣顏色 一個是鐵磅 一個磁磅 一個磁磅 你們怎麼分 你只能動一根 來 有沒有想要告訴我 爸爸媽媽也沒關係 你說 其中一隻磅子靠近另外一隻磅子 把其中一隻磅子靠近另外一隻磅子 其中一隻磅子是磁鐵 靠近另外它就吸了 那哪一個是磁鐵哪一個是鐵 怎麼辦 吸住的那個是什麼 鐵 鐵 那被吸這位是磁鐵 那我拿磁鐵來 那不是一樣意思嗎 來有沒有同學會答的 有沒有同學會答的 有沒有 來到物理系的喔 只能動一根 你怎麼決定哪一個磁鐵 鐵 我告訴你們好不好 好 本來可以當注意的喔 你隨便找一個 一個是磁鐵對不對 有N級 S級 另外一個沒有對不對 另外一個沒有 好 隨便拿一根 好 拿一根靠它中間 因為這個是N級S級 那中間什麼級 中間沒有級 中間沒有磁性 對嗎 一個往這邊大 一個往中間大 就不動了對不對 中間沒磁性 所以拿它碰它的中間的時候 因為它是不吸的 所以你拿的是什麼 鐵棒嘛 懂不懂 那我拿這一根去碰它中間 會吸的 所以你拿的是什麼 磁鐵嘛 懂意思嗎 懂嗎 所以我拿那一個會吸的 譬如說我拿的是什麼 鐵棒 我拿一個碰碰的中間會吸的 我拿一個是磁棒 懂意思嗎 因為中間沒什麼磁性 懂得嗎 好了 那好了 那它 你看喔 那這樣嗎 它會感應它S對不對 那我假如說我這邊啊 好 我這邊拿一個什麼 拿一個N的 拿一個S就放在那邊 好 這樣的話 人家這樣的話 你看喔 不知道到底我把吃力也倒過來 好不好 好 好 我吃力也就這樣 這N 這S 對不對 好 這磁鐵這樣 這S 這N啊 那我問你啊 它兩個在S跟N中間 它要感應什麼 它什麼也不感應 懂不懂 它不感應的話 它就有磁性嗎 就沒有磁性嘛 那我拿走以後 它就感覺N啊 這就感覺S S感覺N啊 這就C啦 所以說 説示範給你看好不好 所以你要兩個磁鐵齁 好 來我的吃飯開關在哪裡 在這裡 好 注意看 我拿兩個磁鐵來 好 好 來 好 兩個 好 沒關係 來 好 這兩個磁鐵你看喔 當我靠近的時候會想 好 很簡單 我就試啊 靠近會想 好 注意看喔 不響 不響了 好 現在變怎麼樣 門打開會響 門關起來不響 對不對 門打開會響 本來怎麼樣 本來是怎麼樣 本來是什麼 打開不響 換上去響的 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改裝怎麼樣 等一下要 照到剛好位置 好 不響對不對 打開響 關於不響 關於什麼 打開響關於不響 你看這裡兩個是S級 兩個是S級 對不對 有概念吧 創新喔 創意 對不對 所以你要 我常跟同學講一句話 跟我的小朋友 跟我的聽眾講 腦 腦 東西是死的 腦袋是活的 創意是無限 好不好 不要說環境什麼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我做不來 沒這回事 腦袋好好想一想 好嗎 所以開關的東西很多很多 我今天大概講一講不完 這個一大堆 那 在講嗎 很想再聽嗎 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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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要 好 再來喔 爸爸很喜歡聽喔 我是還有那安全的開關喔 像什麼開關呢 火災 哇那火災就很可怕了 那 以前喔 以前喔 我聽到 聽到一個新聞 我也做過一個演講 叫做新聞中的物理喔 新聞中的 我剛剛新聞時間來 我就講他的物理喔 有一個案件是這樣子 就說 像洪華大學喔 這十字中 洪華大學有一次呢 有一次火災啊 火災 就是有一個學生在外面租房子啊 結果火災了 結果火災了 欸他 我據他的新聞的報告講 他為什麼火災喔 這是學生的租處啊 他說他住外面租房子啊 我想 導航馬來在外面租過房子 你知道嗎 在外面租房子嗎 會有人整理你的內部嗎 會有人檢查你的內部嗎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離學要越近的話 是越容易遲到 為什麼 聽到我已經在起床啊 對 起床趕快跑的時候 所以家裡一團亂 他說那一天早上呢 在外面租房子啊 今天起床的時候 他把 欸沒有 這邊吹風機喔 他什麼都有啊 看什麼都有 還有鋼琴嗎 他腦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哇這吹風機 不是 不是那個 黑心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來了 就那天早上呢 他怎麼樣呢 好 早上起來 很多男生 我自己在唸書的時候 我在住房子 我做過這件事情 晚上洗襪子 對不對 洗完襪子 今天好像沒乾怎麼辦呢 把襪子套上去 對不對 就開始吹了 哇 布林他馬上鼓起來 你知道嗎 有沒有做過 都做過對不對 好 都做過對不對 好 結果據他報道是這樣 他早上起來的時候 這樣 依照往常把襪子套上去 套一套套 結果呢沒多久怎麼樣 吹風機停掉了 曾試過吹風機停掉嗎 有 是不是對不對 好 吹風機停掉了 搖了半天 譬如說我們可以做個實驗 吹風機停掉了 好 不能用我的手 好啦 我沒有口述 很多人做過嘛 結果吹風機停掉了 哇來不及了 吹風機停掉了 就往外面一丟 對不對 去上學了 去上學了 就上學了 不到二十分鐘 叮噹叮噹叮噹來了 哇 有人失火了 那不是我家那個方向嗎 沒錯 那就是你家 他家燒起來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吹風機裡面有安全開關 你只要買那個 黑心吹風機 就沒有這個開關 好 那個叫安全開關 那叫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 過熱開關 過熱它就跳掉 好啦 過熱跳掉 因為過熱跳掉 你要是 因為 我們吹風機還會用吹風機安全 因為你孩子有特別注意 這個洞啊 這個洞是讓風進去的 把熱風吹出來 當你在吹頭髮的時候 很多人很懶 這個洞口不清啊 不清會把家裡燒掉 為什麼 你今天沒有風進去 就沒有風出來了 裡面叫燜燒嘛 對不對 這裡面熱 熱到最油到的 就融掉了 有沒有 或是把洞口封成一樣意思 所以襪子套那邊 風出來是很小的 很小的話 裡面很過熱 過熱可能燒掉了 所以裡面有個安全開關 溫度到了 它就斷掉了 但是問題是 你把它擺那邊 擺那邊 不到五分鐘怎麼樣 冷掉 它又接回去了 懂什麼 好了 我剛才有個前提 它內部一定很亂 對不對 吹 哇糟糕 來不及擺 擺在棉被旁邊 棉被旁邊 它不是悶著的 棉被是離一段距離 所以一直吹棉被 棉被到最後 棉被一直熱起來 它沒感受到它熱 對 吹到棉被都燒起來 它還沒停 就棉被開始燒起來 把房子給燒掉 對 所以裡面有個安全開關 所以 兒爸很喜歡撿東西 我剛才撿東西 外面丟掉的東西 90%以上 是可以修的 我們家所有的廚師機 我住山區 五台廚師機 全部撿來的 五台電站 全部撿來的 而且是很高級 都有遼控器 為什麼 因為我把不好的淘汰掉送人 每次撿來更好 我就不下來 所以到最後 還有電腦 還有什麼遙控 什麼電腦 電腦開關 什麼東西 下次撿來的 電腦 電扇可以上網 好了 所以說 裡面有個 安全開關在哪裡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這個就是什麼 好 這個就是 我們吹風機的安全開關 所以 吹風機的安全開關 你看喔 開關對不對 吹風機的安全開關在這邊 怎麼用 這樣怎麼用 平常吹風機打通的時候 吹風機不是在吹嗎 好 這個 好 這個 不對 我們換一個 這個可能接觸有點不良 上次給風機給我吹到快掉 好 自然電腦機要安全開關 當有溫度過高的時候 你看到 我那個 噴火槍 你看到 你有嗎 什麼都有 我有 我有 我表現一下我也有 好 你看 好 當了溫度過高的時候 本來吹風機要吹的 只要挖子在那邊悶的話 溫度過高 它跳開了 看到沒有 跳開了 好 這時候把它丟到棉被上面 它又開始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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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你講家裡啊 你講到一些開關啊 你又怕失火怎麼辦 你可以找到很多開關喔 像這個開關 欸 我看這個是不是 好 有些開關是不通的 碰它的時候還是搞通的 碰它就不通了 好 像這個開關喔 你看 好 這個應該是 好 從來這裡試看 好 我們家裡其實熱水器 可能都開關到 家裡都有 像這個熱水器開關 你知道我們家裡不是保溫品嗎 保溫品開關怎麼樣呢 就是這樣子喔 你看 我們的保溫品啊 或什麼 瓦斯爐上面都有這開關 幹嘛呢 好 當溫度過高的時候 溫度過高對不對 好 這比較慢喔 它又什麼 就停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瓦斯爐也有這開關啊 因為瓦斯爐在這邊循環 熱水一直循環循環循環 過頭就停掉了 所以你看 就是溫度開關 所以家裡有很多這種開關 好 吹風機裡面除了這開關之外 你要知道吹風機還有第二道開關 什麼開關呢 叫溫度保險池 長這個樣子 溫度保險池 你看到 剛剛瓦斯爐瓜瓜瓜 有瓦斯爐瓜瓜很小啊 你可以看到 瓦斯爐瓜瓜做到這麼小一點點 剛剛瓦斯爐瓜瓜 有沒有瓦斯爐那個 這個 就做到這麼一點點 這麼一點點開關了 這早期的電腦按鍵鍵盤的開關是這樣的 早期電腦按鍵是非常非常高級的 早期電腦的按鍵 泡到水裡都還可以打 相不相信 因為每一個按鍵底下都有這個開關 我剛講這玻璃密封住的嗎 上面一個瓷鐵 有一個按鍵上面一個瓷鐵 所以以前的鍵盤真的泡到水裡都可以再打 很高級 所以以前電腦鍵盤壞掉我都把它撿起來 非常非常高級 現在買不到了 因為以前一個電腦鍵盤 是比現在一台電腦還貴 這是開關 好了 那溫度開關的話 就長這個樣子 好不好 電運斗裡面 這些都是這個開關 好 好了 這個 今天講的就差不多了 再講一下以後 我可能 欸 跳飛槍了 還想再聽嗎 好啦 我們這禮拜有以後好不好 因為要講分太多了 因為我做過太多科普的演講 那有時候是根據觀眾需要 有時候我會講說 到底要講什麼題目 別人給我訂的題目 好嗎 訂這個題目就講這個題目 好嗎 那今天的話就是因為 我還要收集 因為我最近對這個也滿有意思的 所以我這個題目就很抱歉 跟主辦單位說 我沒有辦法補過你去 但是這個防盜性的部分 我覺得講的很有意思 覺得要不做群手好不好 不做好不好 好 那我覺得你會有信心站起來 好嗎 好啦 好 這個 我們先 謝謝陳老師 請問一下 先 這個 所以有沒有節省簡單 其實有 對不對 裡面漏水 然後隨他板 什麼 各方面 沒有關 什麼的電器 他們都可以用這些開關來變化 對不對 不過我想我要問大家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下一個學期我們還要不要邀陳老師來呀 邀我們的請親手 你看全場百分之百 我每次要講不一樣題目 謝謝大家 因為陳老師真的很忙 我本來不好意思 一年只敢邀他一次 那現在他既然答應我們 我們下個學期應該還有機會 請陳老師來 OK 那我們有問卷嗎 喔 對對對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非常簡單的 這個感謝狀要 要送給陳老師 然後 接下來還要跟陳老師一起玩的 你可以留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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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他 謝謝 好啊 你有什麼問題隨時歡迎好不好 對今天講的 今天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共同的問題 要問的 有沒有 除了問我什麼星座之外 蛤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水子好不好 非常歡迎好不好 好 所有要問兒爸問題的小朋友 大朋友都可以到前面來 然後 其他的朋友的話 麻煩幫我們填寫一下 問對教會工作 然後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大家提供給我們 希望各位今天有個愉快的午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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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轢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